京都苏家八少有个流落在外的妹妹 妹妹苏锦玉从小患病 四年前病情影响了记忆走失流落在外 被路人林峰发现剑色奇异捡回了家中 不久后苏锦玉生了孩子 丽宝差点没挺惯 或许因为丽宝的缘故又挺了两年后病逝 自此三岁半的小丽宝在临家无依无可 后来林峰又给丽宝娶了一个后妈沐庆星 可怀孕的后妈心自在 不惜自己从楼梯上滚下陷害丽宝 还假人假意替丽宝说好话 丽宝不是故意的 这反而激起丽宝对丽宝的恶意 命运将丽宝关到了杂物间中 最终沐庆星的阴谋得逞 丽宝小小年纪哪里懂得人心显然 第二天一早 丽宝回家大怒 因为沐庆星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丽宝狠狠打了一顿 被扔在雪地里的丽宝又饿又冷又疼 但坚强的丽宝始终不承认是他最的人 丽宝一想起沐庆星为丽宝求情的样子 他心中对丽宝的愤意就越加能力 不过孩子若想身躯 就是一阵狂风乱走 以至于他的手机掉落了都没注意到 棍棒声持续了好长时间 直到丽宝一动不动 丽宝才肯停手 而后妈妈咧咧地离开 儿子没了 公司也面临危机 真是倒霉 丽宝艰难地从雪地里爬起 可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步 接着又倒下去 他想到了妈妈 想到了自己是不是要死 死了就能见到妈妈 想想其实也停止 可突然有人在他耳边呼喊 小丽宝快给你小舅舅打电话 小丽宝不知道是谁 但他还是艰难地朝着手机爬了过去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小舅舅叫苏一生 电话是159 此时京都某处的四合院老宅子 苏家老爷子正在开会 突然苏一生的手机铃声醒 按照惯例早会是不能开机 苏老爷子阴沉着脸让他赶紧接 苏一生打开敏蹄 对面传来丽宝的声音 是小舅舅吗 我是丽宝 我妈妈是苏锦义 苏老爷子一听就慌了 失踪四年的女儿居然有了痕 可对面丽宝的声音明显很虚弱 小舅舅 丽宝好冷好乱 丽宝没有退让 爸爸让丽宝跪在门口 丽宝滚身好疼 小舅舅可以来接我吗 不管真假 苏一生连忙询问丽宝在哪里 可手机那边再也没有了声音 苏老爷子让儿子们赶紧查这个号 查定位 一定要找到丽宝 三岁福宝自幼丧母 却有八个宠他的舅舅 大舅舅苏义晨 苏是集团的现任总裁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二舅舅苏子林 顶尖建筑设计师 苏家许多著名建筑都是由他亲自设计 三舅舅苏岳飞 S航最出色的记者 可以带苏宝坐飞机畅游世界 四舅舅苏陆 当同的国民引力 家喻不小人人皆知的大明星 五舅舅苏银尔 公俗一通的讲究是包工头 高大上的叫法基建企业总负责 六舅舅苏锦默是一位科学家 光刻机实验室的中流砥柱 七舅舅苏云潮 保卫国家安全的特工 不过这是个秘密 还有就是赶来救援力宝的小舅舅苏一生 一名救死扶伤的职业医师 早前力宝被怀孕的金银陷害 被亲生父亲打到重伤捶死 临危之际有人指点力宝捡起爸爸掉落的手机 打电话给了小舅舅寻求救援 苏家老爷子得知自己竟然有个口的孙女 让八个儿子立马去等力宝 力宝就在雪地寒风中 跟着全身疼痛默默的 也许是死亡 也许是小舅舅的出现 可过了很久都没有人了 力宝心如死灰 小舅舅也不要力宝 身上没人喜欢力宝 没过多久 力宝的爸爸林峰来看力宝 以为力宝死了 想着死了也好 他当年就不该鬼迷心跳 受留那个乞丐一样 还和他生了个想开心 想来就让人恶心 林峰走后没多久 就在力宝绝望之际 一群人忽然踢开林家大门 不顾林家家仆子丸冲了进去 远远的二人就看到了 门口不远的雪地 躺着一个风靡的小女子 小舅舅惊恐地抱起力宝 小小的软软的 似乎下一秒就要没了气息 仔细一看力宝的小脸蛋 跟他的妹妹真的是一模一样 在小舅舅的呼喊声中 力宝缓缓睁开眼睛 看见抱他的人 跟妈妈长得有些心 你是小舅舅吗 力宝没有对阿姨 力宝别哭 小舅舅这就带你回家 说着抱起力宝便离开 却被林家家仆呵斥站起 见人不逝去 大舅舅一把推开了家仆 让他立马狗开 家仆见状不命 立马起身去告诉林峰 林峰倒要看看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 可当他看清车里的人时 顿时吓酿了 那人竟是苏氏商业帝国 长文人苏一辰 林峰急忙上前搭话 只要苏家一句话 他的公司就能七死回生 苏一辰见来人一脸惨了 不用想都知道 他就是力宝的做起力宝 他只留下一句话 林家很好 而后头也不回的林峰 当务之急是要为立宝治理 算账来日方长 一头雾水的林峰询问家 苏家来这里做了什么 得知立宝 苏家人小舅舅的事 林峰如遭雷劈 没想到他四年前捡刀的人 竟然就是苏家最珍视的女儿 他如今算是闯下大祸 苏家女儿死在他这儿 他还把立宝打成命 三岁立宝被继母诬险 被爸爸扔到雪地打到半死中伤 性格高人指点等同了舅舅的命 八个舅舅强势赶来拯救立宝 在一番焦急的等待之后 小舅舅阴沉着脸走出治疗室 立宝浑身冻伤无数 小腿手臂和肋骨多出骨折 这是人干的事吗 对一个三岁的孩子 林峰竟也吓得去手 五舅舅当场就要去痛扁林峰 其他舅舅争相加入 但小舅舅建议先去看看立宝再说 众人来到病房当中 一个声音传入立宝耳朵 小立宝快醒醒 你的舅舅能来看你 立宝艰难地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八个宠蜜又担忧的眼神 立宝有些害怕 但他看着旁边熟悉的脸 他依稀记得是小舅舅舅 小舅舅摸着立宝 我们来接立宝回家 以后没人敢欺负立宝 立宝看了看望着他的舅舅 心中泛起一丝酸碎 回家后还会被打了 会不会没有饭吃 立宝犹豫了 又不敢开口询问 小舅舅看着立宝的生气 很难想象立宝以前过的生日 他疼惜地握着立宝的小舅 立宝能不能告诉小舅舅在担心上 立宝小舅一阵耿意 颤颤巍巍的开口 回家后小舅舅会给立宝半生 会不会打立宝 苏老爷子和舅舅问题 基本能想象得到立宝 遭受了几样能力 林宗当真是好样子 小舅舅向立宝保证 回家后想吃什么就吃啥 也没人敢打立宝 还有立宝的外公 有这么多家人保护立宝 一提到家人 立宝一颗心又提了紧 立宝没有推阿姨 林峰认为是立宝推的 舅舅们自然是相信立宝 没有做过的事坚决不承认 立宝做得很大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 立宝哇哇哭了起 舅舅们和外公争论 相信立宝 不久之后立宝睡着了 大哥得到了一份消息 四年前小妹锦衣流落时 被林峰解回了 在生下立宝两年后病时 林峰甚至都不愿给小妹一个名字 还虐待立宝 五个气不过要去揍人 大哥早就准备好 八个揍一个够不够 可三哥却拦住了众人 法治社会 怎么能明目张胆的打击 要打也要靠个麻袋 众人一阵闻 还得是你老三了 而等待林峰的僵尸一场七层命令 三岁素宝被继母诬陷 被亲生父亲打到重伤捶死 好在素宝得到高人指点 打通了小舅舅店 八个舅舅火速救援素宝 在小舅舅对素宝一番精心治疗之后 八个舅舅准备对罪魁祸首林峰 给予一麻袋的惩罚 此时的林峰早已得知自己的女 是苏氏商业帝国掌门人的小侄女 便立刻赶到了医院探望了女 却被大舅舅挡在了地下室 七舅舅不知哪里找到一个麻袋 趁着林峰打电话没注意 便给他从头给泡到了酒 瞬间八个舅舅一秒出现 对着麻袋就是一阵痛苦 狂风暴雨般的疼痛落在林峰身上 林峰不求饶 反而威胁痛苦 得罪我宝峰集团总裁林峰 信不信我要你们十倍长火 忽然大哥是一大伙停手 八个舅舅立刻停下 林峰见他们停下 以为对方怕了 然而这时五弟一棒狠狠夹到了他小桃子 地下停车乘舞 回荡着林峰的惨叫声 林峰最后被打得浑身是伤 手脚都断了一只 最可气的事都不知道是谁下了手 总算他也体验了一次素宝被打了痛苦 可如今最要命的是 他为了救公司欠下了一屁股的高利点 若是当初能对素宝好一点的话就好 好妻子木青星及时拿出了素宝心爱的小兔子 只要兔子在这里 素宝就一定会回来 这是他妈妈留给他唯一的面线 到时候跟素宝说些好话 总会有办法 而且他还把兔子洗干净封锅好 林峰总算听到点好消息 等他翻身了一定好好补偿了 木青星的鬼星死去身着 还好他提前弄死了肚子的吧 不用跟林家陪葬 这次要是能放上苏家八子这一年 这辈子就大富大贵了 此时素宝的房间中 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小素宝小书包快醒醒 我是你师父 吓得素宝警惕又害怕的看醒四舌 这屋里哪有人 素宝以为是幻听了 自言自语 我才没有师父 还有我是小素宝 不是小书包 你妈妈叫苏锦玉 你叫素宝 你妈妈还在的时候 就把你给我当福利 我真的是你师父 素宝看着声援的方向 那里空空如月什么也没 素宝不相信 那我怎么看不见师父 等师父给你开了天眼 你就能看见师父了 还有为师叫继承 生前可是个大人物 素宝迷惑了 什么机长 大人物也会死 此人也能当师父呢 机长就怀疑了 这娃真的只有三岁大人 可他还是耐心地告诉素宝 还记得两天前 有人叫你打电话给小舅舅 回想起两天前 素宝面色凤的 他当然记得 可既然是师父 为什么师父一直不管素宝 看着素宝小小可怜的你 想来他之前一定吃了很多 师父耐心解释道 要不是素宝两天前的精灵死 师父到现在都不能跟素宝说话 以后只要有师父 再也没有人能欺负素宝 这个就当是师父给素宝见面 一个红色手绳出现在了素宝手上 感觉暖暖的让人安心 素宝刚想问就是什么 师父机长就已经离开了 此时小舅舅开门听到机长 他以为是素宝饿了 刚好他带来早餐 不用说小茶猫素宝 当然是来者不拒 来者不拒 来者到底拒不拒 要有多幸运 才能脱生到八个舅舅宠爱的家庭 上一秒重伤的素宝 刚刚得到八个舅舅和外公的团成 下一秒又出现一个 看不见的师父机长 要保护素宝 再也不会受到伤害 此刻的素宝心里暖暖的 可肚子却扁扁的 恰巧暖心的小舅舅带来了暖黄包 紧跟在身后的五舅舅带来了炒牛肉面 还不等素宝开口 苏老爷子呵斥 素宝现在能吃牛肉面了 软软的蒸粉肠才适合小素宝 三舅舅实力拆弹 先喝点粥暖暖身子 利宝突然被舅舅们和外公投食 陷入了选择困难症 利宝小心翼翼开口 外公利宝想吃粉肠 那边舅舅们小小伤心 被众心凭悦 素宝第一次体会到了家人的感觉 心底的甜蜜符陷在她的小脸上 小舅舅看在眼里 仿佛间仿佛看到了妹妹月儿小时候的眼睛 眼泪不停地在打算 不知道是舅舅们和外公的贴心照顾 还是机场的模仿 素宝仅仅十天就完全恢复了健康 出院第一件事 素宝想找回她的小舅舅 小舅舅想起来 院落里那个脏兮兮的小舅舅 小舅舅给你买个新的好了 一听素宝眼泪差点就掉下来 可能是妈妈留给素宝 大舅舅进门盼见素宝 差点把老爸骂了 得知小兔子是妹妹留下 大舅舅安慰素宝带她去找小兔子 不仅要找小兔子 素宝还要把小五眼接走 没多久素家的豪车停在了林家门口 舅舅们带着素宝直接闯入林家 林峰拄着拐杖给素宝道歉 门口都是为了素宝好 她也是心急才下手中了血 疼痛的记忆让素宝皱起眉头 五舅舅看在眼里 那天还是教训的不够 等会儿一定费力 素宝实在害怕躲到了小舅舅身后 小舅舅直接说明来 让林家教出素宝的小兔子 听闻小兔子在楼上 不等林家动手 一帮保镖便冲进楼去寻找 五秒钟后素宝的小兔子便找到 可素宝还有个请求 希望小舅舅陪她去一趟树林 林家后院中 鹰武小五开心的喊 素宝回来了 可二人刚要靠近小五 鹰武扭头又飞走 素宝告诉小舅舅 素宝冲上前来纠正 小五 小舅舅不是傻 一人一鸟往深处跑去 可树林中却隐藏着一个人 素宝的继母木庆心突然钻了住 素宝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小五 被继母陷害过一次 素宝对她是极为害怕的 素宝刚要大叫就被继母给蒙住了 她吓得脸色发青 拼命地挣扎着 原来继母想让素宝承认推了 还要她给舅舅们说些她的好 可素宝明明没有推 为什么要承认 下一秒她一口咬在了继母手上 继母吃痛放开了素宝 伸手便要给她一个大鼻端 可继母刚要打到素宝 她自己却像子弹一般被弹飞了出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三岁宝宝力打无取 一把就将继母推飞几百米远 却又可爱到连英姆见了都心动 而刚刚若不是继母捣乱 想抓住素宝替她说好话 素宝已经带着英姆小五回舅舅家 继母为了获得苏家八子的好感 专门守在林中等素宝来找小五 用以前收拾素宝的手段 逼迫素宝为她说好话 可面对这个陷害她的人 素宝心里眼里都是抗拒 直接一口咬在了继母手上 继母下意识扬起手 朝素宝脸上扇去 可下一秒素宝右手上散发出紫色光芒 继母终于声飞了出去 摔进了灌木丛里 小舅舅接住了空中掉落的素宝 心里奇怪 她刚刚都没用力 木庆星怎么就被踹飞了 看着从灌木丛里爬出来的木庆星 小舅舅声音森了 你竟然打素宝 不等木庆星狡辩 小舅舅一鞋底踹在了她的脸上 木庆星连连认错 不敢有丝毫反抗 心里却恨得咬牙 这人还是不是个男人呀 竟然这么暴力地打女人 鹦鹉小五看得开心 叽叽喳喊道 打傻鼻了 打傻鼻了 然后小五飞上了枝头 素宝着急小五不下来怎么办 小舅舅像哄孩子一样 小鹦鹉快下来给你吃肉肉 这鹦鹉却成精了 不吃肉肉 吃了肉肉长肉肉 简直招不管用 小舅舅便拉着素宝假装离开 素宝以为小舅舅要抛弃小五 急得素宝眼底蓄起泪物 却不等 小舅舅意识到不对 对小孩子来说 抛弃伙伴就等同于抛弃素宝 连忙向素宝道歉 第一次有人对素宝说对不起 素宝想起他曾经说了很多对不起 可从没人对他说没关系 想来换做小舅舅也一样 心思细腻的素宝想到这 立马收起泪花安慰舅舅没关系 我们一起加油让小五下 于是就出现了很滑稽的 一大一小哄一之年 理所当然的小舅舅 遭到了五舅舅的无情之情 连鹦鹉都学会了 老八老八 爱吃八八 很快小舅舅败下阵 五舅舅继续顶上 可五舅舅的动作太过夸张 像只大猩猩一样 哄个鹦鹉 怎么还把自己逼得很 到最后五舅舅直接怒 急得直跳脚 素宝看在眼里 五舅舅火爆得像只泡沫 小舅舅和三舅舅 给人感觉像太阳一样瘟 四舅舅长得像个大方 但素宝好像喜欢上舅舅 四舅舅让老五别白费力气 以他看只有素宝能哄鹦鹉下来 于是大家都往后退 让素宝一个人试试 素宝看着小五卖了个萌 鹦鹉的少女心瞬间融化 刚要飞到素宝身边 突然一阵嘈杂声传来 吓得小五又躲回了树上 原来是林家一家子 嚷嚷着要帮素宝抓鹦鹉 只用一支麻醉枪就搞定 素宝一听就急了 小五很乖的 不许打小五 小舅舅顺天恶狠狠地 让林家人赶紧一跳 五舅舅见这群狗皮膏药听不懂 刚想要动手 大舅舅抬手一挥 一群黑衣人立刻冲上去 直接拖着膏药三人阻力 没了狗皮膏药的捣断 小素宝继续哄着鹦鹉 小舅舅更是不知哪 弄来了专为鹦鹉的粗量 小五要是再不讲 以后就见不到素宝了 小五思索片刻 直接飞过来 排在了小舅舅的头上 嘴里喊着三八 三八 小舅舅趁他喊关 一把揪住了他的双脚 小五顿时大叫 救命不要动他 众人一阵无语 终于抓到小五 苏家几兄弟正要离开 林峰又凑了上篮红片素宝 给他买好多鹰鹉 可素宝一点都高兴不起 回想起那天爸爸真的是想打死他 他不要爸爸的鹰鹉 也不要爸爸了 林峰还想惦记 五舅舅已经整个半天了 揪住林峰的衣衣 一把把他撞在了门上 这么有完美了 救你什么东西 也可以当素宝的爸爸 画面太过血腥 小舅舅及时护住素宝上车去了 最后一脚 五舅舅踹在了林峰裆 既然当不好爸爸 以后就别当爸爸 见儿子伤重 林奴敢怒不敢言 想带儿子去看病 可被林傅拉住了 林家哪里还有钱啊 偏偏此时高利贷找上了门 林傅还想苟证人士指着苏家 那可是他的亲家 可苏家下一秒就消失在了众人视野中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苏家的变态林家沾不上 以后林家的房子就当底占了 而车上的大舅舅不打算轻易放过林家 他要让林家的人生不如死 几日后某处桥洞下 林家四口正式开启了幸福的流浪生物 而心机深的母亲心又开始懂事情了 三岁素宝十分想念病史的梦 妈妈居然复活来到了素宝身边 叮嘱素宝以后要一直看人心心的 外公和舅舅才是他的家人 还有外婆身体不好 希望素宝能帮妈妈孝顺外子 妈妈会一直一直爱着素宝 而这次意外的某名相见 原来都是机场的报案 早前素宝带着小五 随舅舅们离开的林家 可素宝还有个心愿 就是带着妈妈的骨灰一起回家 外公见素宝懂事的让人心疼 一口就答应了 然后苏家一下子坐飞机 这是素宝第一次坐飞机 大眼睛扑扑扑地看着外面的雪原世界 似乎寻找了什么 他像三舅舅再三却认 我们是在天上吗 当然了 飞机在天上飞着呢 文言素宝变得十分失落 那妈妈再不在这里 妈妈死了不是去了天上吗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妈妈 素宝好想妈妈呀 舅舅们和外公听到素宝这话 又心疼又心酸 一时又不知如何安慰素宝 还是小舅舅将素宝抱在怀里 素宝睡吧 睡着了就能在梦里见到妈妈了 素宝很听小舅舅的话 他知道小舅舅是骗他的 他以前睡着了好多好多次 可从来没见到过妈妈 可这一次 小舅舅没有骗他 素宝睡着后来到了天上的论云 这里好多好吃的好闻的 他捡起一个爱心疼果 我咬了一口 瞬间两只小眼睛冒着惊醒 好甜好好吃啊 突然身后传来妈妈的声音 素宝 快到妈妈这儿来 素宝一回头 下一秒哭着就扑到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 素宝好想你 素宝不哭 妈妈也想你 不过妈妈以后不能一直陪着你 但外公和舅舅们会一直在你身边呢 还要帮妈妈孝顺外婆好 素宝连连点头一定会照顾好外公 妈妈会一直在天上看着素宝 素宝要乖乖听舅舅和外公的话 妈妈永远爱你 素宝也爱妈妈 梦里的素宝终于见到了妈妈 原来这都是机场的魔法 让素宝和妈妈见上了 这一次他就不见素宝妈妈 小小的举动却大大温暖的素宝心 机场是个好师傅 素家含在嘴里躺在心里的小公主 终于被舅舅们重心捧月搬带回家 飞机刚刚一落地 四辆家常板劳斯莱斯变整齐的停在了路边 小舅舅抱着熟睡的素宝 小心翼翼地出了机场 带着脚练的鹦鹉突然大声喊道 有人偷小孩了 素宝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 素家众人终于知道这只绿毛鹰鹉 为什么会说顿鸟的这句话 刚睡醒的小素宝看起来有点呆萌 小舅舅摸了摸他的头 宝贝 我们马上就到家了 随后八个身子挺了 气宇轩昂的男子跟着一位老者走得出来 其中一个男子还抱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怀里抱着一只小兔子 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可其中一个男子肩膀上站着一只绿毛鹰鹉 此刻鹰鹉正兴奋地唱着歌 瞬间将苏家众人的气场 拉低了几百个档次 只见八个男子脸都黑了 迅速带着萌娃上车离开 车子很快抵达苏家庄园 素宝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大楼 小舅舅 这里就是妈妈的公主城堡吗 一句话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小舅舅鼻尖微酸 以后也是素宝的城堡 苏老爷子自豪地给家仆们借舍 素宝以后就是咱苏家的小闺女 小千金 而后苏老爷子迫不及待地 带素宝去参观房间 房间里是可白色的装修色料 这是小女孩最喜欢的梦幻颜色 素宝从没见过这样大的公主房 以前在爸爸家住的时候 房间估计只有床这么大 小奶团喜欢的不行 可她还是有些谨慎 如同刚进入陌生环境的小猫咪 小心翼翼地生存 细心的小舅舅察觉到了 素宝一样的情绪 素宝以前太孤单了 只有鹦鹉和小兔子当伙伴 于是告诉她还有三个哥们 一个姐姐 是大舅舅和二舅舅的海 等他们回家了就可以和素宝一起 素宝扶起了一失期待 我要给哥哥姐姐们准备小礼物 小舅舅可以给素宝纸和画银吗 当然可以 转眼到了下午 一个穿着优雅的女人 牵着一个小女孩 在苏家庄园门口下了车 女人叫维婉是二舅舅的妻子 小女孩叫韩寒 怀里抱着两个精致的洋娃娃 维婉让韩寒一会儿 送一个洋娃娃给素宝妹们 可韩寒一听这话立刻就闹脾气 所有玩具都是我的 我才不要给别人 说着气冲冲的就跑了 委婉一脸无奈 回头让儿子苏子溪快点 素宝妹妹在家等着呢 苏子溪一脸生无可恋的下车 一个妹妹已经够烦了 才不想要第二个 看来素宝的到来会引起一场不想的热闹 小小只素宝想跟姐姐韩寒做朋友 鼓起勇气给姐姐送个娃娃 却被姐姐嫌弃 讨厌鬼走开 我才不要你的破东西 我也不会给你养娃娃 就是摔坏了也不给 苏老爷子压住火器 妹妹想跟你做朋友 你怎么推人呢 可韩寒特别娇气 话稍微重一点 他立马就哭闹起 二舅妈立马跑来复脱子 八 韩寒还小不懂事 谁料苏老爷子连儿媳一起教员 韩小就要教 小小年纪就如此蛮厚 长大了还得了 说完啊这委屈的素宝离开了 儿媳哪里敢顶撞老爷子 可他心里却是满满的不负 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能教 女孩本就该复衍 放纵一点有什么错 苏老爷子带着素宝回到房间 小五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素宝安慰等会儿就把他放开 素老爷子看小奶团 低声的安慰一目 心疼得不行 摸着素宝的小脑袋 姐姐平时脾气不好 素宝不用太难过 三岁半的素宝出奇的懂事 反过来安慰外公 真的没关系 素宝也不喜欢 把自己的东西给拎了 素老爷子一愣 不再纠结寒寒的事 看到屋里头 这是素宝画的吗 一提到画 素宝小脸立刻变得专注 素宝喜欢画画 以前画过好多 那素宝可以给外公讲讲话的什么吗 素宝发生小讲解 这是两个小朋友去奇异森林玩 这里有一根花糖 这是春姑娘做的项面 石头伯伯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 摔成两半 但裂缝里却长出了幸运了 是幸运伯伯了 这种花花小姐姐说 你们都没有我漂亮 素老爷子经历地发现 自己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的动画世界中 要是素宝能入那位大师的眼就好了 此时佣人来禀老夫人回来 素老爷子摸了摸素宝的头 我们看外婆去 二人刚从楼上下来 素老夫人就看到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 素宝隔着楼梯大声喊道 外婆 素老夫人仔细端向她 瞬间哽灭了起来 素宝跟女儿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下一秒素宝就冲进了外婆的怀疑 外婆老泪纵横 外婆的小素宝 这些年你受不了 素宝眼见外婆哭了 反而抱住外婆小手拍拍 外婆乖 不哭啊 素宝答应了妈妈要照顾好外婆 素宝一定会做到最好 谁料外婆哭得厉害 地旁的苏家父子看在眼里 素宝小小年纪 却暖心地让人心痛 刚好下楼的韩寒看到了这一面 心里对素宝的愤意又多了几次 讨厌鬼 抢我的爷爷奶 结果他路过素宝的房间时 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熊发 叶叉叉 哈利波特骑着扫把嘎嘎嘎 残寒一时被吸引了注意力 急忙向着声员跑去 推开素宝的房间门 他双眼立马变成两颗星星 喜欢的不行 好漂亮的鹦鹉 小五看到冲过来的女孩伸手 就要抓了 惊得扑隆翅膀大喊 熊孩子来了 救救我 二舅妈听到这话就不顺气 谁交的鹦鹉 一点教养都没 便让韩寒赶紧下来 奶奶在等着 谁料韩寒不听 他就喜欢这只 说着一把就抓住了小五的脖子 小五很怕生日 小绿豆眼里都是惊 扯开嗓子大喊顿鸟 救命啊 拨腾的时候爪子 把韩寒的手臂抓上了 疼痛让韩寒的尖叫 响彻苏家大喊 楼下的苏老爷子听到尖叫 面色不悦 责怪老二该多花点时间教育 鹦鹉惨叫连连 素宝刚进房间 就看到韩寒在欺负小五 顿时小脸都气红了 立马冲了上去 住手 不可以打小五 韩寒拿滚 抓着鹦鹉就一阵狂摔 见素宝过来抢鹦鹉 觉得自己的东西被抢 猛的一把推开了素宝 小五是五 素宝急得不行 狠狠一扬 反手也吹了过去 韩寒直接被推倒在地上 下一秒韩寒的哭声 再次响彻苏家大拳 所有人都被惊动了 二舅妈又急又怒 你不想给姐姐鹦鹉 你可以说 为什么要打人吗 素宝小嘴巴抿得紧急 眼眶红红委屈说道 是姐姐先打我 二舅妈更起了 他打你你就能打回去 你不知道小孩子 要懂得谦和礼让吗 素老爷子老远 就听到了儿媳的话 你叫别人 就得让别人谦和礼让 韩寒懂得谦和礼让吗 今天是他先抢素宝的礼物 先打人 你竟还第一个批评素宝 一时间所有人都去关心受委屈的素宝 委婉心底很不平衡 韩寒被打了 却没一个人关心他 这群人太过分了 他冷哼一声 心寒的拉着韩寒出了房间 听到那声冷哼 素老爷子刚下去的火气一下 冒到了嗓子眼 我还说不得了是吧 难道你就意识不到问题 旁边老二安慰别气坏了身子 素宝抱着昏迷的小五眼底 擒着泪肚 明明是韩寒姐姐先打小五的 外婆外公安慰素宝不哭了 不知道怎么办 素宝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 似乎把这些年来的委屈都宣泄出来了 这是素宝三岁以来第一次过生日 舅舅们把这个苏家的掌中宝快宠上天了 可韩寒看在眼里气得不行 这些以往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于是冲到素宝面前打素宝 素宝再也不是以前的软柿子 果断还击韩寒 却被韩寒诬先动手打 这孩子被妈交成这样算不算废 素宝超级委屈 明明他没有做错 为什么大人们总说是他的错 韩寒也同样委屈 那天他都被鹦鹉给抓伤了 可爸爸都不关心他 只有妈妈一个人安慰他 甚至爸爸还怪韩寒 要不是韩寒去抢鹦鹉能被抓伤了 委婉 以前的事我不想跟你计较 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我只是心疼孩子也有错吗 为什么你们全都要针对女朋友 苏子凌不想跟委婉吒 便出了门 门外大哥苏一辰提醒他 事情该尽早做两段 苏子凌其实也是担心离婚对孩子不好 大哥让他自己考虑 有需要随时找他 很快到了晚饭时间 素宝跟家人们介绍了他名字的由 妈妈说素是去克后的小女 是一种 因为他奈汉适应性强 所以给素宝取了这个名字 坐在旁边的外婆 听着素宝小嘴巴达巴达的讲 鼻子酸酸的 他又想起了你 这名字可真好 那素宝也姓苏好不好 好 素宝也跟妈妈一起 可爷爷犯难了 叫什么好呢 素宝激动的站起 叫苏素宝 众人目 怎么听着这么便宜 小舅舅提议不如叫苏素宝 素宝立马反了 听着好像叔说 素老爷子让大家都想起 名字的是不着急 倒是素宝生日是多久 素宝看向外公 妈妈说素宝是315打架蹦转 素宝妈妈真是太有才 外婆一听那不就是一个星期之后呢 于是提议下周素宝 就四岁了 我们给素宝开个生日会 买一个超级大的蛋糕 素宝一听小眼放光 素宝也可以有大蛋糕了 地旁的韩韩不开心了 桌子一拍 我不要跟素宝一起吃饭了 你们全都关心他不关心我 几个哥哥对这个妹妹 真的快受不了 无理刁男泼辣还霸道 真的是受够了 微软急忙安抚女人 心里也是为女儿作品 刚刚韩韩被打 一个个都不理韩 简直就是冷暴力 却不想韩韩大闹起来 我不要跟妹妹吃饭 不要妹妹了 素宝愣在了原地 心里五味杂致 素老爷子立马就死了 谁教你把碗扔在桌上 老二 你这孩子怎么教的 不想吃就下去 苏子林一声不吭 道起韩韩就想走 谁知道韩韩撒泼打死 气得他直接拎着韩韩 后背的衣服 他拎起 微婉看着心都要碎了 他带着韩韩回到房间 觉得心寒了 五六年的感情 都捂服着苏子林的心 打通母亲的视频通话后 微婉哭着把事情说了 外婆气得了 他早就说了 以前苏家就一个小公主 怎么都会宠 现在那野丫头来了 他们都不宠韩韩 那个野丫头 也不是什么东西 听说在南城的时候 亲手把后妈推下楼摔流口 他那些舅舅硬是包庇的 直接让林家破产 原来这一切都是 素宝的妓女母亲新搞的 自林家破产后 他为了报复素宝 就把自己流产的视权 透在给素宝 还发布到了网上 委婉看着视频不可执行 只觉得太乱七 这样的小孩 竟还被素家揭了回来 如此歹毒的心思 看来以后得多低等 母女两个对话 全被寒寒看在了人 小小的种子 在她心里开始发芽 很快就到了素宝生日的当天 素宝穿了一件 蓝色惺惺的 络莉腾风格公主裙 头发绑上两个小啾啾 小啾啾上 加了两个蓝色的蝴蝶结化 但真是太可爱了 舅舅们簇拥着素宝 进入生日会场 甚至大舅舅这个冷恋总裁 都甘愿低下头签的 只差没给她替裙子 这素家的小小千金 果然受责 机长衣套在楼梯栏杆上 总算是赶上了素宝的生日 而另外一遍 寒寒看着被众星捧入的素宝 水满一瓶 外婆还在旁边山鹰风点火 要不是素宝 这裙子就是寒寒的 寒寒听着心里窝火 这么漂亮的裙子 她也是平生警戒 刚刚被狠狠地惊艳到 转头跟妈妈要裙子 妈妈后面再给你们 我不 我就要素宝身上那件 外婆都说了那件本该就是我 围完眼看寒寒哭闹的厉害 刚想把她暂时带回房间 寒寒却猛地冲下来 你们不给我 我自己去请 花园里素宝正在切蛋糕 分给小朋友们吃 她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蛋糕 馋得她不停地舔着小子 鸡肠站在小朋友们身后默默守护 可切好蛋糕后 素宝却先端给了大哥素和文 雪儿刚才一直在讨好素宝 她以为素宝会第一个端给她 素和文撇开脸 我不喜欢吃甜的 因为寒寒 她一直对妹妹这个生物十分排斥 素宝也不生气 哥哥不吃 那素宝自己吃 鸡肠迫不及待上前笑的 小书包 你今天生日 为师教你一个小本领 没等到素宝的回答 脸处冲出一个小小声音 静止朝着素宝扑了滚 考验滚 韩寒二话不说 抓住素宝的裙子不放 把你身上的裙子还给我 素宝被她拉扯得亮枪了一些 手里的蛋糕掉到了自己的裙子上 素宝那个心疼 这可是大舅舅送给她心爱的裙子 素宝弄神了一下 韩寒就挥舞着小屎 一掌就打到了她脸上 往我裙子 素宝顿时生气了 韩寒抢她的小五 还抢她的裙子 还打着 反手就一掌扇到了韩寒脸上 这是素宝的裙子 还不要给你 韩寒第二次被素宝打 忍痛含着泪水 刚要上前还手 突然就被大哥苏和文给拉住 韩寒被拉住后大哭了起 正在低声谈笑的大人们 顿时差异地停了下 苏家两位小千金怎么打起来 委婉急急忙忙跑过 不分轻逢皱白指着素宝就购问 你怎么能打姐姐呢 素宝一脸的无辜 二舅妈 是姐姐先打我的 你胡说 姐姐怎么可能会打人 韩寒眼见妈妈了 多得更凶了 这是我的裙子 素宝是个坏小孩 是心机 白脸 众人脸上顿时闪过各种各样的绳子 原来素宝身上穿的是韩寒的裙子 这孩子刚回来就请东西 那网上那些爆料不会是真的吧 只有苏和文站了出来为素宝说话 是韩寒先打人 不信问问别人就知道 委婉指着另外一个小孩选 你来说 是谁先打人的 雪儿一想到刚才素宝不先分蛋糕给自己吃 于是撒 我看见是素宝先打了韩寒 苏和文见他睁眼说瞎话 瞬间来了火气 你说什么 你敢再说一遍吗 众人见苏家大哨来了火气 纷纷上前劝解 雪儿也只是说了真话而已 素宝小姐再这样下去会不会广泛的 素宝听着大人们对他议论纷纷 心里委屈极了 明明是他们撒谎 素宝没有做错 可为什么大人们总说素宝的错 难道大人的世界跟小孩的世界不一样吗 委婉已经失去了耐心 明明就是你先打 还有什么好说 这女人也真是够了 素宝先打人是你亲眼所见的 苏老爷子也发态 我也相信素宝是好寒人 谁说素宝错的站出来我看看 一个字霸气 一时间无人再敢发杂音 素宝终于等来了她的救星 而委婉等来了韩兮 其实素老爷子已经很克制 没有在外人面前指责委婉 然而委婉却觉得老牛子太平息 处处包庇素宝 他今天偏要掰扯掰扯 爸 凡是没讲道理 寒寒虽然娇气一点 但他从不打 素老爷子拐杖一点 他打不打人你不知道吗 委婉冲动的回答 我只知道素宝来了之后 你们全都针对韩寒 韩寒道主做错了 大舅舅眼见委婉非要撕破了 变命人去把监控调出来给大家看了 委婉瞬间慌了 他们今天当真是一点活路 也比韩寒给人 怎么说呢 自作孽不可活呀 四岁小公主的生日 终于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祝福 就连小恶魔姐姐韩寒 也向素宝道歉 贴心的素宝许愿 所有人都能得到幸福 可素宝的爸爸林峰和后妈 又跑来闹手 这一次素宝的小伙伴小武立下大功 原本生日会上韩寒因为裙子的事 先动手打了素宝 可二舅妈委婉一口咬定 就是素宝先动的手 大舅舅为了给素宝证明清白 命管家调出了监控 事实证明就是韩寒先动手打 素宝只是正当防卫 一时间韩寒和雪儿都被推到了风火浪金 而且雪儿居然当众撒谎 为了袒护雪儿 雪儿妈妈辩解小孩子可能记错 可是个明白人都知道 这么大的孩子还能记错 根本就是故意误导 维婉见女儿被人指指点点 一时气不过 大哥这样做对韩寒会造成多大的心灵异 自私的明智 难道换做素宝就不会被影响了吗 但大舅舅还是耐心地引导 应该对妹妹说什么 韩寒远远看了一眼素宝 她知道自己错了 可是她说不出口 下一秒金又大哭了起 我才不要说 我不要 维婉心疼孩子 你们怎么能当众批评一个小孩子 见维婉还在那胡搅满产 二舅舅苏子林开口 你最好闭嘴 否则现在就回去签字离婚 远处的素宝看着 小脑袋想不明白 韩寒姐姐其实应该不会 而且她有妈妈的重点 应该是幸福快乐的宝宝 可为什么姐姐总是不快乐 小舅舅也不明白 为什么韩寒要打素宝 于是询问韩寒怎么回事 韩寒八大八大流着眼泪 我也知道 我想要裙子 要是没有素宝妹妹 那条裙子就是我 在场的客人们一听 哪有这么教育孩子 韩寒的外婆急忙上前打圆着 韩寒不哭 不就是一条裙子吗 素宝喜欢就给素宝吧 韩寒是姐姐要懂事意 小舅舅一听就来了火气 什么叫素宝喜欢就给素宝 难不成这条裙子 是你跟韩寒说 这裙子是韩寒的 大舅舅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让管家去把订购单拿来 很快管家就找来了订购单 这是洛丽塔星空群的定制数据 完全是按照素宝的身材 和身高定制 以韩寒的年纪根本穿不上 所以这条裙子一开始 就是给素宝做的 第一时间委婉和外婆都无话可说 可苏家也太偏心了吧 而此时众人看着韩寒和素宝 确实那条裙子要更适合素宝 可委婉就是厌不下这口气 我又没说这件裙子是韩寒的 我只是说素宝有儿韩寒没有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偏心 韩寒才会又哭又闹 可谁料下一秒大哥 就将委婉的脸 按在地上疯狂摩擦 他也给韩寒定了裙子 而且裙子的价格 比素宝的还要贵50万 委婉母女两一时间震惊不已 闹了这么大一个笑 众人的议论声 几乎都快将二人烟雾 小孩不懂事 肯定是大人说了什么 小孩才会生气 小舅舅上前宽慰韩寒 韩寒也有自己的裙子 韩寒要是喜欢素宝妹妹的新兴趣 叔叔和大伯也可以给韩寒定制 好吗 韩寒懂 也知道自己错怪妹妹 羞红着小脸跟素宝妹妹道歉 素宝当然是原谅他 而且有点害羞的韩寒姐姐 好像也挺可爱的 韩寒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 苏老爷子让大僧子 先带韩寒妹妹回去 让韩寒也回去好好反省 反省自己都在做些事 韩寒的妈妈还想解释 女儿也是暗欲心情 韩寒却丝毫不理情 让妈感情 韩寒即便有一点 也该由他这个妈来管教 他们凭什么管教韩寒 在韩寒心里 素宝不也打了人吗 说到底还是素家人偏心 真是无可救药的女 此时大门口 素宝的爸爸林峰和后妈沐信心 大吵大闹要给素宝不生命 却被门卫拦在了门外不让进 正巧被韩寒给撞见了 心里的恶气无处发心 凭什么韩寒被害得这么早 素宝就那么幸福快乐 想起在网上看到关于素宝 道理 他今天要让所有人看 素宝到底是个怎样的坏心 于是他上前让门卫开门放他们进来 可门卫担心要不要问问老爷 爱于韩寒的身份 门卫大哥哪里敢惹指的照办 这边没有了搅局的人 素宝终于能开开心心过生日了 全家人都围着素宝 素宝第一次见这么大这么漂亮的蛋糕 两只小眼睛闪闪发光 幸福的不行 可开心之余 素宝还不忘许悦 希望妈妈在天上快快乐乐 素宝还能再见到妈妈 还有外婆身体越来越好 大舅舅生意兴隆 还有好多好多 终于许完了月 小舅舅抱起素宝吹蜡烛 素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塞帮子鼓鼓 呼的一声吹气 蜡烛就全灭了 顿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素宝小姐生日快乐 可这时候却响起一个十分突兀的声音 素宝 生日快乐 爸爸和小妈给你送礼物来 素宝看到两人的刹门 小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嘴角也不由得明显 素老爷子健壮幕后 谁让你们进来的 给我出去 怎料林峰和沐沁心扑通一声 双双跪了下来到期 以前是我们对素宝关心开始 那天也是因为素宝的弟弟妖子 才对素宝下手纵意 平时都不会打素宝 素宝小手握得紧紧 爸爸撒谎 你以前也会打素宝 一直都会打素宝 爸爸那不是在教育你 林峰和沐沁心在那里一句文句 众人很快弄明白 看来网上的爆料不假 五舅舅性子急躁 早就看不下去 这种人不丢出去还等着过年 大舅舅拦住人 直接扔出去太便宜他们 他已经派人去拿证据 他绝不允许素宝被扣上小白脸 心急小孩这样的帽子 于是上前询问沐沁心 你说是素宝推了你害你罗祷 你是以为事发当时没有监控 所以你就能肆无忌惮编编造谎人吗 沐沁心有些心虚 我听不懂苏先生在说什么 正在这事管家带来了小五 调皮的小五一下就飞到了素宝手上 嘴里喊着小五阿姨 太逗了这你 素宝 把小五带过来 小五惊了 不要动 不要动 素宝一番安慰 小五不用跑 大舅舅不吃鹦鹿 小五 把你那天听到的话再说一点 于是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 小五学着沐沁心的腔调学了紧 素宝啊 阿姨没了宝宝 你得负责是不是 要是舅舅们问了紧 你得承认是你推了阿姨 再帮阿姨说些好话 懂吗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小五的语气语调跟沐沁心一模一样 沐沁心的脸差点没扭成麻花了 谁能想到那只该死的鹰鹿 会把他说的话给寄了下 太可恶 鸟正如山 如此说来 沐沁心的流产肯定是另有内幕 沐沁心一时僵在了原地 众人那怀疑的眼神全都落在了他一眼身上 不得不说小五太给力 不愧是素宝心爱的小伙 原来素宝的亲生父亲根本不是林峰 简直太好了 林峰也不配当素宝的亲生父亲 还想跟素宝同归于尽 关键时刻大舅舅帅气地救下素宝 素宝虽然不信没有了妈妈 也不知道爸爸在哪 但素宝还有疼爱他的外婆外公 还有宠爱他的八个舅舅 真心实意地对素宝好 不像素宝的小妈沐沁心 眼见林家快要破产 为了弄掉孩子陷害素宝自己摔流场 被鹦鹉小五指认之后还不承认 大舅舅只好拿出了杀手机 就让大伙看看事发当天发生了什么 原来当时木庆星让素宝听话 站着别动 小素宝当然很听小妈的 可下一秒木庆星摆了一个优雅的pose之后 就自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当时都把小素宝吓猛 木庆星从楼梯上滚落的声音和尖叫声 引来了林峰 林峰不分青红皂白就指定是素宝推的小妈 尽管素宝极力辩解也没人相信他 这一家子都是没脑子的 小素宝那么想 怎么可能推的动木庆星呢 看完了录像 林峰就怒火冲天的责问木庆星怎么回事 木庆星却仍然在脚垫 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记得了 他明明记得林家没有坚固 这些视频究竟是哪里了 木庆星不记得 大舅舅不介意提醒提醒 直接将手术作假的证据 扔在了林峰脸上让他自己 那是一张医师收钱帮助木庆星造假的诸误 原来木庆星的流产是早有遇运 包括假摔之后手术中的两次大出血都是的 这下证据确凿 林峰算是看明白 木庆星这歹毒的心思 为了离开林峰 也是不择手段坑害素宝 简直是太可恶 但对林峰来说 没了这种可恶的女人也没什么 她还有素宝这么个惊人宝 她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了木庆星身上 都是木庆星才会误会的素宝 希望素宝能原谅她 以后会好好弥补素宝 收拾完了木庆星 这次轮到林峰了 什么误会能让你把素宝打成这样 大舅舅指着视频中挨打素宝 在寒风雪碧当中 小素宝身体不停地发抖 林峰的棍棒也从四面八方朝素宝线 事后医院的救诊报告出来之后 舅舅们都忍不住要动手教训林峰 素宝竟是经历了呼吸骤停休克 身上多处体责 左脚动伤还被切除了三厘米的腹 这哪里是教育孩子 简直就是把孩子往死里打 这种人也配自称爸爸了 还是在大雪天人 简直是畜生了 可林峰造的孽可不止这一 大舅舅早就让人把林峰调查了 林氏集团早在一年前被查出了大宗走私 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昨天已经对林峰下发了正式的通缉令 所以林家的破产是旧由自取 根本不是苏家的报告 林峰的牢底被揭穿了 众人纷纷倒向了苏家 看来网上那些爆料全都是假 眼见众人纷纷指责林峰 林峰怒了 就算我对素宝再不好 他也是我生养的女 没有我能有他今天吗 你们苏家也太忘恩负义 大舅舅早就料到了林峰会来这么一声 所以早就准备好了素宝和林峰的DNA检验 检测结果显示素宝还真不是林峰生样 林峰根本就不是素宝的亲生父亲 这么帅气明知多惊的大舅舅 请给我来一点 林峰瞬间惊呆在了原地 他居然不是素宝的亲生父亲 他养了三年的女儿居然是小野种 可不管他信不信 事实面前报应来的总是这么多 警察早就等了他 该进局子嗤嗤牢发 一时间怒火不干涸复仇的情绪向他显示 他冲向了素宝 他没好日子 小野种也别想回来 他要让苏家后悔一辈子 可大舅舅岂能让他得逞 一个帅气的踢腿就把林峰踹飞了 瞬间就被大舅舅圈散了好 最终穆庆星因为在网上散布谣言被抓 而林峰因走私被抓 可林峰仍然是不思回忆 认为这都是穆庆星害 要不是穆庆星骗了 他又怎么会去打诉 又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一步 于是趁着上车的事 林峰狠狠一脚踢在了穆庆星的屁股上 穆庆星就这样没有一点点防备 头直接撞在了车门上 下一秒就直接两眼翻白 倒地不起 警察急忙上前救人 可发现穆庆星的脉搏已经停了 急忙打了120 而此时穆庆星的魂魄已经飘向了天上 这事打死他也不信脸 我怎么能就一脚就被踹死了 我还要再去绑着富豪当过太太 然而善恶到头中有了 穆庆星也是自食恶果 这边外婆担心素宝接受不了 抱着小素宝便要回去 可小素宝却反而安慰起外婆了 外婆是在心疼素宝吗 素宝没事的 可外婆越是听素宝这么说越是哭的脸 四岁的小素宝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素宝急忙安慰外婆不哭 大舅舅也挺担心素宝 素宝今天难过吗 素宝却说不难过 做错事的是爸爸 又不是素宝 该难过的是爸爸才对 如果不是大舅舅亲耳听的 他都不敢相信 这小家伙真的是什么都懂 他摸了摸素宝的头 素宝说的没错 大舅舅真的好暖 终于闹剧都处理了 小舅舅举杯感谢所有贵客光明 今天的生日会到此结束 从今天起 素宝就叫苏子素 苏家以后绝对不会让素宝受一点委屈 素宝从此有了这么多家人陪伴 想来一定是十分幸福的 国画大师竟然要收个小徒弟 可他却被小奶团素宝鄙鄙视了 就在小舅舅宣布生日宴结束的时候 国画大师劳院士居然来了 原来早前素宝画了一幅婚 名字叫两个小朋友去奇异森林里 春姑娘做了一个花丛项链 石头伯伯从山上滚下来 但裂缝里面长出了幸运草接住的伯伯 傲娇的小花姐姐大笑 你们都没有我漂亮 外公听了素宝的讲解后 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的动画世界一般 见素宝画得这么有灵性 外公便想着帮素宝找一位好的老师 于是他便把素宝的话发给了劳院士 没想到劳院士看了之后激动得冷天睡不着 他几十年没看到这么有天赋的孩子 所以外公便问他收不收素宝做徒弟 劳院士那肯定要收啊 于是便赶不过来 而雪儿的妈妈本来都打算带雪儿离开 身边全是夸赞素宝被八个舅舅宠上天的话 他着实听着刺耳 而且因为先前雪儿撒谎污蔑素宝的事 被人拆穿后也挺丢脸的 便想着离开这是非之地 但谁能想到劳院士会来这 劳院士可是权威认证的国画大师 向来超然事外 今天居然说要收小徒弟 想想雪儿绘画天赋极高 作品还被收录进了国画院 劳院士要收图肯定就是雪儿 想着他便拉着雪儿上前 让雪儿好好表现 雪儿妈妈装作不经意的询问 劳院士 大家都好奇哪个小朋友能得到您的青睐 劳院士笑的 是个小孩子 画风鲜艳 想象奇异绚烂 是我见过难得的好女儿子 雪儿妈妈一听心底狂喜 这不正是说的雪儿吗 雪儿察觉到妈妈高兴 便鼓起勇气在劳院士面前表现表现 劳爷爷好 我就是蓝雪儿 我一直很喜欢您的画作 您是我的偶像 劳院士不喜欢交集硬证 但为人平易尽人 谢谢小朋友啊 雪儿还想说什么 这时小舅舅带着素宝 劳院士回头 苏先生 这位就是素宝小朋友吗 素宝上前昂起小脑袋 老老师好 我叫素宝 小素宝好 今年几岁了 小素宝一顿 小眼神悄悄看了一眼 这个老爷爷脑子好像不太灵光 但他还是乖乖回答 素宝刚过四岁生日 当然是四岁了 劳院士忍不住咧嘴笑了 突然被一个小奶团给鄙视了 对啊 你看老师都傻 素宝忙安慰 没事 素宝有时候也会变神 他应该想说犯神 可劳院士反而觉得他纯真 更加显明 被梁在一旁的雪儿和雪儿妈妈一阵无语 素宝仗着自己是苏家团宠就来抢表现 以为劳院士是谁的收的吗 只要等着一会劳院士准过来收雪儿为土 可他能如愿吗 素宝的画画天分有多高 就连国画大师都要收他为土 雪儿妈妈却自作多情 以为劳院士看上的是他家的雪 干巴巴的在苏家别墅外面等到了天黑 劳院士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动动 当大家猜测是哪家小孩这么幸运 能得到劳院士的亲爱时 他就已经和素宝搭上了话 这种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事 天天雪儿妈妈当局者迷看不通 当小舅舅邀请劳院士进屋里聊的时候 雪儿愣住了 不是要收小徒弟吗 他走了 他可怎么办 于是急忙上前询问 劳爷爷 那我吗 劳院士有些差异 你也很乖巧 爷爷先去忙了 雪儿当场就傻眼了 雪儿妈妈心底也是气愤不良 但她还是安慰雪 我们在等一等 劳院士可不是有钱就能起个洞的 苏家人不过是自取其辱罢 而此时苏家别墅二楼上 外公正在跟素宝介绍劳院士 他可是国内绘画领域最厉害的大师 让素宝快叫劳老老师 素宝乖巧喊道 劳老老师好 劳院士打心底喜欢素宝 迫不及待询问素宝 话里面都是话的声 素宝顿时满脸认真地说起他的奇幻事迹 这幅话叫天上游乐园 讲的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到天上玩 白云奶奶跟小女孩打招呼 彩虹姐姐叫她玩滑滑梯 太阳公共是个摩天轮 上面放着冰淇淋招待小鸡 整个游乐园色彩星系分明 唯独那个大人是一团音 与周围格格不露 这么天马行空的花园 素宝又是怎么想到的 不正是素宝在飞机上做的梦 与妈妈相遇时的场景 可劳院士不知道 所以看不明白那一团白影是什么意思 素宝也没解释 小舅舅见素宝讲得认真 两个老头听得入民 心底莫名一酸 小小的孩子 却只能跟两个老头做朋友 而此时二舅舅正在跟维婉闹离婚 他已经知道了 林峰是维婉让人放尽了 可维婉丝毫没有一点回感之心 认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含乏 反而指责老公不保护你 都不知道女儿刚刚有多肯定 二舅舅早就听艳烦了他这些说事 一把将离婚协议拍在桌上 不用说了 离婚吧 一时间维婉遭雷批 这么多年的复权 竟然等完了这个 他一把将离婚协议扔了出去 我绝对不会同意离婚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非要做那些龌龊事呢 到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劳院士才依不舍地跟他的小徒弟够了 素宝把老老师送走 看得出这个小家伙非常高兴 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劳院士也是心花怒发 一个劲地翻着手机上素宝 车上的司机都看得出来他难得这么开心 他能不开心吗 能收到这么有灵气的小朋友 车子刚开出庄园 前面就有人在招手 司机提醒劳院士 好像有人找他 车子下车更绝的游戏 示意雪儿赶紧 雪儿连忙说道 劳爷爷 您还记得国花少女组的第一名蓝雪儿 我还大名追判得下远 远以为这么说 劳院士肯定能记起 谁料他一脸能忍 哪个蓝雪儿 他是真的不记得 雪儿妈一听脸刷的一下就好了 劳院士竟是一点都记不 雪儿沉不住气询问 劳爷爷 您不是来收我做徒弟的 劳院士委婉的回答 不好意思 我已经收了素宝小朋友当徒弟 你们应该也认识他 收完车一溜烟就走 留下雪儿妈妈一脸不粉 素家果然还是杂情了 雪儿更是愣住 她的名额被素宝抢走 她讨厌素宝 这又是一个被妈给带歪了吧 可见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有多重要 素宝的师父机场 终于赶回了国风古装的形象了 这都是各位粉宝们的强烈要求的利益 相比之前西曼风格的机场 我还是更喜欢我大中华古装判官的机场 师父的真正回归 预示着小阎王素宝要开启抓鬼之路 很多人问 素宝的小说在哪里看 首先要下载番茄小说 然后再搜索完输入 捉鬼小树心 跳出来排第一个的就是 切记不要打错字 素宝第一次跟着师父机场学开天眼就成功了 要知道即便是阅人无数的机场 见过最有天赋的人 也要49天才能成功 而素宝还当场就看见了屋里有个女鬼 机场这次算是捡到宝了 送走了劳院室 素宝患上了一身毛茸茸的粉色睡衣 外婆让素宝早点睡 要有事就按床边的人 小奶团点头 乖巧的和外婆说晚安 送外婆出了门 机场突然钻了出 一想到这年头还有人抢徒弟的 他就想先教素宝两招 先教一个丢火球的粉术 见素宝不敢进去 他又想帮素宝拍天眼 这样以后素宝就能看见师父 还能学其他的法术 可素宝一点也不行 我要跟老老师学画画 这才是小朋友该做的事 机场无语 小朋友该做哪些事 素宝回到床上掰着手指头数了解 吃饭睡觉画画 还有跟鹦鹉小五 所以素宝现在要睡觉觉了 机场嘴角微抽 要不是他看素宝骨骼轻起 要不是他答应了苏锦玉 他才不会求这个行骗 于是机场上前提醒 小叔宝忘了那天妈妈 陪你玩彩虹滑梯时说的话 妈妈是不是让你更为师好 不学本 那样就能时常见到妈妈 不提这一茬还好 一提起来素宝就不开心 那天陪我玩彩虹滑梯的分明事 妈妈在抱过素宝之后就走 真当是在很三岁想行吗 素宝都四岁了 机场这老脸快丢进你 你怎么知道 师父真是笨死 你那四十五码的大脚鸭子都露出了 我妈妈的脚脚才没有那么大 素宝可真是个鬼机灵 机场一时不敢相信 我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尽管如此 机场有一句话素宝心动了 学了本领之后 真的能见到妈妈吗 得到机场肯定的回答后 素宝这才下定决心跟机场学 这倒让机场有些意外 他都没想好怎么教了 于是决定先糊弄过去 那就先开天眼吧 开了天眼就能看到 许多以往看不见的东西 每个人出生时都有天眼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睁开 有些婴儿之所以会哭 就是因为开了天眼 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 但有些婴儿却不受影响 随着婴儿长大 他们的天眼也会避核或消失 只有少数人的天眼会一直存在 只是无法打开 素宝听得是一脸糊涂 但有一点他很缺点 急忙躲进被窝里面 素宝不要开天眼了 素宝不要像二郎神一样三只眼 机场一阵无语 二郎神明明超帅的好 二郎神粉已经在评论区炸锅 机场见小素宝打退堂 急忙解释 天眼不会显现出来 只会隐藏在双眼中间 素宝一听那还行 随后机场让素宝跟着他 气沉甘甜 鸣神鱼眼 巴拉巴拉 呸呸 我还小摩仙呢 素宝仿佛有本能视力 照着口诀做了有点 偏偏小素宝还闭着眼睛 师父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 机场乱悠悠地挖着鼻屎 开天眼哪有那么容易 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人也用了49天 这时素宝睁开了小眼睛 只见机场拿着 刚刚挖出来鼻屎的弄 特么神仙也有鼻屎 素宝见了好笑 师父为什么要闻鼻屎呢 难道是什么仙丹吗 被素宝瞅见这等任性 机场立马化身袍笑体 不说 师父哪有 不然他这才反应过来 小素宝这是看见我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素宝才念了一遍口诀就成了 这变态一般的天赋 素宝睁大眼睛看了一圈 发现窗上挂着一个阿姨 那个阿姨目光鬼剧 你是不是看到我 你怕不怕我 小素宝却好奇 师父 这个丑阿姨是谁啊 丑阿姨瞬间清精报器 机场这下算是性命 他这个徒弟还真是不得了 小书包 让维师看看你钱里有多大 维师带你收了这个丑女鬼 那女鬼气氛呢 你们可以侮辱我的人 哦 鬼格 但不能侮辱我的名 说着女鬼尖叫一声 朝素宝扑了过来 机场让素宝跟着他一起 蒙着一人 地长山跑 素宝跟着念 蒙着乌云 地长山跑 素宝下意识抬手一掌 女鬼就像皮球一样 飞出去跑 女鬼不服 我就是路过而已 你们居然拿我现场教训 太过分了 必须发工资 机场心底狂喜 这次真的是挖到宝了 他终于能理解 那个老什么院士 为什么那么兴奋 想着他抬手 就变出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壶 挂在了素宝手腕的红绳上 这个是红壶 以后素宝可以用他帮师父收鬼 可素宝迷惑了 我们为什么要收鬼鬼 机场十分敷衍地回答 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 素宝铁嘴看向女鬼 丑阿姨你到底是谁啊 女鬼这会被束缚住 怎么也挣不脱 只好开口 我叫李梅 是你二舅舅以前工地里搬砖的女工 这不是做坏事遭报应了吗 素宝一乱 小脸变得严肃 你对二舅舅做了什么坏事 女鬼感觉嘴不听声 六年前你二舅妈给了我两万块钱 让我给你二舅舅的茶里撒点 结果刚做完工地楼顶 就掉下来一大块板菜 把我砸死 素宝不懂吗 为什么要给二舅舅的茶加点盐吗 二舅舅缺盐吗 鸡肠若有所思 难怪素宝的二舅舅与二舅妈不合了 这二舅妈手段可真多呀 不等素宝继续问 浑糊就把女鬼吸了进去 鸡肠迷眼笑了笑 小素宝要早点睡觉 丑阿姨也要睡觉早 素宝摆了白手 好吧 丑阿姨晚安 小素宝捉鬼之路正式开启 但看小阎王大发神龟 抓遍各路牛鬼蛇神 原来素宝的二舅妈是个杀人犯 素宝自打开了天眼之后 就能看见一些常人难见的东西 晨起后就发现二舅妈脸上蒙着黑雾看不清 只有两个眼睛能透出一丝光了 听师父解释过后 素宝瞬间觉得二舅妈好可怕 素宝一早起来后 就趴在阳台上看楼下娇花的外公 小脑袋看了出去给外公打招 外公顿时心情大好 让小素宝下来吃早饭了 小素宝甜甜的呃了一声 刚想把头缩回去就发现自己好像被卡住 试了几次都缩不回去 刚才怎么钻进去的来着 想了半天没想出个所以人 素宝只好开口求援 外公素宝好像被卡住了 素老爷子心底一紧 没多一会儿 舅舅们都赶了 一个个脸上都写脑光窝 但是真的不妨碍他们觉得好笑 外婆见他们一个个都在笑 紧张宝贝孙女 让儿子们赶紧想办法 二舅舅让素宝别害怕 他马上就打119 让消防员叔叔救他出来 素宝一听那还得了 消防员叔叔都是拯救世界的超人 素宝从小到偶像 才不要被偶像看到他这般蠢能蠢能的样 于是素宝立马反对 二舅舅不要打 素宝马上就可以自己出来 说着素宝左边试了试 右边试了试 上边试了试 然后嘴唇见风的一声 脑袋撞得有一点点疼 舅舅们眼见素宝自己出不了 素宝又不让打119 于是纷纷七嘴八舌的出起了 四舅舅停 小孩子的头比身子大 只要让素宝钻到栏杆这边来 然后下面扑上去垫子就行 可大舅舅觉得这个法 虽然可惜 但也有风险 其余几个兄弟纷纷瞪了四舅舅一 四舅舅一脸无辜 我说错什么了吗 外婆说出了担忧 这掉下来万一扭到脖子摔到头 或者手不小心戳进眼睛可怎么好 他已经失去了女人 不能让素宝冒任何的风险 想了半天还是三舅舅的法子靠我 让五舅舅去拿叶鸭钱来 大不了把蓝丹卡插了 二舅妈就远远地看着 心底纷纷不平 多大点事啊 不就被卡住了吗 素家一个个治愈那么紧张吗 而素宝刚刚因为太过用力 头都撞疼 那小泪花忍不住地掉了出来 一旁的鸡肠悠哉悠哉的脾气 小素宝你也太蠢了 不知道把铁栏杆掰断了 小素宝无语 师父你就别骗素宝了 素宝怎么可能掰断栏杆呢 你以为师父送你红绳士做什么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掰不断 试试就试试 此时没人看见 素宝两只小手握着铁栏杆 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那么一把 铁栏杆瞬间被素宝给掰弯了 他小脑袋那么一锁 等到舅舅们向楼来的时候 素宝已经成功脱离了栏杆的树 他小脸上一片惊异 真的出来了 舅舅们也看见他出来了 一个个脸上都写着不可思议 素宝究竟是怎么出来的 直到舅舅们看见被掰弯了的栏杆 舅舅们瞬间有意打在了栏杆前面 刚巧委婉下楼 见素家这几兄弟 防他跟防贼事 又不是他把素宝弄紧进去 直到委婉离开 三舅舅才指着栏杆询问素宝 这是你掰的吗 是啊 怎么了 二舅舅立马叮嘱富 这件事以后谁也不能告诉 也不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出 素宝就不明白了 舅舅们为什么这么紧张 难道素宝大力气不好吗 可以帮大家一起干好多活 但他还是听话的点 这是五舅舅拿着一个大班舍 杉杉来吃 素宝五舅舅来就行了 不用了 五舅舅 素宝已经出来了 大舅舅让五弟把栏杆紧 别让人看见 五舅舅一听 再一看那弯掉的铁门蛋 就明白咋回事 我家素宝太厉害了 于是便想带素宝去工地看看 素宝一听两个小眼睛冒着心情 他还没去过呢 可似舅舅担心素宝安危 而且工地危险 闲人免惊 素宝立马反复 素宝不嫌 素宝是甜的 众人不由大笑的情绪 素宝可懂得争论 但也终究还是个小孩 吃完了早饭 素宝换上了一身淡蓝色的小裙 裙板上装扮着粉色小花 胸前抱着个小兔子 背后背着一个猫咪背包 旁边还跟着鹦鹉小五 一人一鸟煞事可爱 他当准备下楼 就见二舅妈上楼了 素宝想也没想就给二舅妈问 但见二舅妈脸上冒着黑雾 感觉只能看到两个眼睛的样子 素宝看着有些害怕 便问师父姬长 二舅妈脸上的是什么样 姬长耐心地解释 那是死气 因为素宝开了天眼 所以能看到 那种黑气只有杀过人 而且在死者身边待过的人 才会出现 素宝瞬间被吓到了 二舅妈可真可怕 这时五舅舅的催促声响了起 素宝急忙跑了出去 三十六计 跑为上策 素宝第一次跟着师父学育鬼打工 师父却彻底被小书包的才华震住 因为小书包不仅一次 就记下了一百个字的口诀 还把口诀倒着背了一颗 这也就算了 小书包的口诀居然还生效了 把他刚附在塑料袋上的女鬼给放了出来 素宝才发觉自己好像被反了 素宝跟着二舅舅五舅舅去工地 趴在窗户边上 双眼冒着小星星 好一阵感慨 好漂亮的体育场 这是老天爷爷的超级超级大手表 掉下来散了吧 体育场是一个圆形的 周围两边的辅助楼像表带一样 二舅舅欣喜地看着素宝 素宝都能看出来了 这是他设计了好久的 灵感就取决于机械手朵 素宝立刻举起大拇指 二舅舅真棒棒 旁边的机场打着哈欺 小书包 师父今天教你怎么育鬼 说着他放出了素宝葫芦里面的女鬼丑阿姨 然后迅速在丑阿姨额头前画了一个鬼 这个叫打工服 画上后女鬼就会乖乖给你打工了 丑阿姨一脸生无可恋 虽然她已经死了 可大白天叫她出来打工 这打得不是工 打的是她的命 还讲不讲理 机场继续教训 鬼也是分档子 而且不能出现在白天 只有恶鬼才能大白天在外面走 像丑阿姨这种鬼 怎会车门一开 她就魂飞魄散了 女鬼再次抗云 能不能别总说我惨 她要教你一魂术 把这个丑阿姨附着到某件物品上 让她也能在白天行走 最好是轻的能随风飞的东西 素宝跟着机场眼神看向小五 小五仿佛能感觉到死 心里一阵发霉 一边扑腾着翅膀一边大 不要把我毛 不要把我毛 素宝急忙安 不拔不拔 我们一毛不拔 二舅舅听着搞笑却是一颇误息 忽然素宝想起来了一个东西 刚好符合师傅的条件 女鬼顺着素宝眼神的方向抗拒 水饺已经开始在抽搐 第三次抗议 你该不会把我附在装鸟屎的塑料袋上的 有没有搞错 我惨得只能混屎袋子 素宝提起装了鸟屎的塑料袋安润 丑阿姨别怕 袋子里只有一点点便宜 素宝帮你拿纸便便就好了 二舅舅以为素宝给塑料袋取名字叫丑阿姨 想想小孩子就是纯真了 找到了合适的东西 机场便继续上课 一魂术难度有点高 比开天眼难上不少 小叔宝你先试试 不行也不勉强 素宝点头 下一秒机场急快地将口诀念了 素宝掰着手指锁 一共有一百个字 然后机场指着女鬼 女鬼就嗖的一声附在了塑料袋上 机场见她这小女子 暖心安慰没关系 记不住就算了 那字还没说出口 就见那丑阿姨从塑料袋里面飞了出来 素宝无语了 丑阿姨怎么飞出来 是不是素宝刚刚被打 机场一脸的不可知心 于是素宝又嘀嘀嘀嘀嘀背了一次口诀 丑阿姨趴机一魂到了塑料袋里面的贴精神 感觉脸正贴在那坨凉错的阴无试试 机场不可思议地摸了摸下 这也行吗 这个小叔宝居然一次着学会 而且反着背影了成功 这天赋也太逆填了吧 很快到了宫底 两个舅舅带素宝下车 可素宝刚刚下车 一阵风忽然吹来 扑着丑阿姨的使妙袋 就从素宝手里放了进去 二舅舅见素宝想抓袋子 安慰素宝没关系 宫底有保洁阿姨会处理 可素宝担心的是 还没帮丑阿姨把鸟便便拿出来 素宝向来说话算话了 另外一边二舅妈和他妈 正在逛街吃早 韩寒外婆见女儿一大早就哭着笨 便问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 苏子凌跟我提了余婚 就连婆婆也支持 说我交不好行 而且我隐约感觉苏子凌已经知道 我们当年指使里面下药的事 韩寒外婆一听还以为多大点事 知道了又怎么 里面失踪那么多年 无凭无据 对这种恶婆婆就不能服务 说着便要带女儿去找苏子凌 说道说道 母女俩一前一后 坐十一路车前往工地 到工地后 韦婉总感觉凉缩缩的 一个塑料袋在韦婉身后飘哑飘哑 不停地打着转 不进不远跟着韦婉 这地方刚好是当年杂死里梅的地方 仿佛间她似乎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 韦婉 韦婉回头一看 心底莫名的一阵发毛 总感觉她被塑料袋给盯上 韦婉有些慌乱 让妈走快点 韩韩外婆莫名其妙 一个塑料袋有什么好怕的 话音刚落 那塑料袋呼一声飘到了韦婉前面 啪击一声砸在了她脸上 那坨鸟屎都砸便行了 紧接着一阵臭味袭来 仿佛塑料袋里的屎都浮在她脸上 韦婉急忙伸手去扯塑料袋 可能是因为味太大 或许是有点缺氧 她扯了半天都没扯掉 就快要窒息之际 忽然一只手伸了过来 帮她把塑料袋扯了下去 委婉瞬间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虽然还是有点臭 韩韩外婆心底也开始发毛了 母女俩吓得脸色煞白 急忙逃离了现场 真是冤有头债有主 我该被报应了 四岁小奶娃却能拎起二百斤的大体锤 砸坏一个十米高的铜像后 里面居然掉出一双化成白骨的人手 可一个小包裹 素宝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五舅舅刚刚开车到工地 就迫不及待地下车抱走了素宝 二舅舅没抱到鸡粉 他一个操汉子会抱孩子吗 五舅舅立马就急眼了 生过两小孩了不起 瞧不起谁呢 五舅舅也是有峡谷柔情的好 一路上遇到的同事都惊讶 这是苏子凌老师的女儿吗 五舅舅每次都抢的回答 不是 这是我外甥女 可爱吧 搞得素宝好像就是他一个人的外甥女一样 二舅舅也不争 默默看着 你高兴就好 一路下来五舅舅的嘴就没合拢 到了办公室 五舅舅去视察工地去了 素宝便和二舅舅待在一块 办公室里的二人 原来刚刚维婉被一个时代的 差点倒置信 还是他老娘出手才就想 在农村老人家有句话 就是人走在路上 莫名其妙被轻飘飘的东西 砸到脸上的时候 那东西肯定不干净 维婉瞬间想到了李梅 几年前李梅就是死在那了 想想维婉就被挤振振发凉 一个大步就扑向二舅舅怀 二舅舅满眼嫌弃的鼻 二舅妈就扑了个等天使 这里还有小奶团在 何况这里是办公室 丈母娘迟迟赶来责问你去 哪有老婆扑过来 当老公的却躲开的道理 苏子凌不太会说话 这种头怀送抱就免了 说得维婉好像是在外面 勾引别人家老公的女人 维婉瞬间觉得丢脸急了 刚要发飙 不然他眼角瞅见了素宝画到 画上的人正是几年前 被他砸死的脸 素宝怎么会知道他的样子 那时候素宝都还没出生了 素宝看着二舅妈脸上的飞气又重 于是悄悄询问旁边的师父姬 二舅妈怎么了 机场让素宝看看二舅妈脸上的鸟屎 他被里面呼光了 死气加重了呗 素宝立马回头看了一眼 悄悄嘀咕 恕我眼中没看见屎 倒是有点臭臭了 维婉听到什么屎啊臭了 面子瞬间挂不住 刚才害怕了没注意 难道那个袋子真的装过屎吗 二舅舅不想与维婉做废话 离婚协议都已经给他了 签不签是他自己的事 便让人把维婉和丈母娘赶出去 两人来的话都还没说几句就被赶走 显得十分狼狈 面子里子都丢尽了 暗骂苏子林做事太绝了 维婉这边心烦意乱 素宝是怎么知道李婉的 看他妈还在那一阵逼逼遭到中 便让他妈先回去别搁着捣乱了 他一会儿再去找下苏子 他妈走后 维婉鬼鬼祟祟的来到一封铜像面前 看着铜像完好无损他就放心了 而跟着他的还有那个鬼鬼祟祟的屎妙 附着李眉红破的屎妙带进维婉 唯一的在宫中晃了 维婉突然就感觉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那声音那个气体 维婉机械式的回头一看 是刚刚那个屎妙带 吓得他脸色一摆 紧接着又是一飞 穿着恨天高把腿就 于是素宝在办公室里就看到了很搞笑的影 人在前面飞 魂在后面追 路上的狗都被他吓了一体 素宝见到人像二舅妈 便问小五是不是 小五绿窦眼眨了眨 二百五 二百五 素宝纠正不是二百五 是二舅妈 小五反过 二舅妈加二舅妈等于二百五 素宝算了算 怎么算也不等于二百五 小五的数学太差 旁边的人看着素宝在教英语算数学 可爱的不行 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些孩子就这么同行 另外一边二舅舅正在泡奶奶 向着做实验的科学家一人 他虽然是两个孩子的爸 但说实话他这个父亲不太称职 同事们看在眼里 苏老师也太认真了 这时附着李梅魂魄的屎尿带飞魂 李梅让素宝赶紧把他收到红乎里面去 他都快要被太阳晒晃 真是太没人心 大白天居然让鬼去大太阳下 鸡肠在一旁悠哉悠哉 只要有本大人在 你怎么晒也晒不死 素宝一脸的不信 师父 装逼会遭雷劈 小小年纪 胡说八道什么 突然湛蓝的天空闪过一道惊人 鸡肠心底突突跳 这纯属巧合吧 这边二舅舅泡好了奶粉 让素宝赶紧喝吧 素宝甜甜的谢过二舅舅 二舅舅却突然有些惆怅 想来他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些愧疚 于是询问素宝 觉得二舅舅该不该和二舅妈离婚了 素宝反问 人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了又要离婚呢 明明一开始就选好 最后怎么又不要 二舅舅一时间竞达不上来 只好解释二舅妈当时怀了紫细哥哥 所以就结婚了 可他后来才知道自己被下药 二舅舅其实就是被围婉给算计 可素宝不懂了 那二舅妈肚子里为什么有紫细哥 二舅舅喜欢二舅妈妈 二舅舅摇头不喜欢 有理有据 二舅舅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好像根本无法反 素宝见二舅舅一领如雨 善解人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关系的二舅舅 素宝懂的 这把二舅舅整麻了 不是啊 你都懂什么了呀 正在这时 五舅舅穿着一身宫装魂 还要带素宝去工地上玩玩 路上的时候 素宝看见了二舅妈刚刚玩的地方 而后跟五舅舅借了一把二百斤的大锤 瞬间化身约德尔仁波 一锤子就砸坏了铜像 而里面掉出了一双白骨人手 这究竟是谁的手 素宝砸坏雕像 里面竟掉落出白骨人手 没想到那竟然是李梅的手 这也是他这么多年不肯投胎的原因 死无权尸投不了好胎 原本五舅舅带素宝去工地玩 却被二舅舅阻止闲人免禁 其实他就是担心素宝去了不安全 可素宝是一点都不闲的 丑阿姨说了 看见二舅妈去了工地的雕像那边待了好不惯 那里一定有问题 于是五舅舅开心了 一路带着小奶团都在给大家介绍 这是我外甥 平日里暴躁又爱骂人的超级大操话 变成了一个说话都温温柔柔的男人 路过工地雕像的时候 素宝好奇那个雕像是什么 五舅舅介绍那是二舅舅设计的凤凰铜铜雕像 是不是很漂亮啊 素宝看了看 这应该就是丑阿姨说的那个雕像吧 机场也发现了里面不对劲 让素宝向五舅舅找个大锤子 给他砸开看看 于是素宝开口询问 五舅舅有没有超级超级大锤子 还真不是五舅舅锤子 论起锤子 全国恐怕救出五舅舅的锤子最弃权了 说着二人便对着工具箱一阵倒 机场询问素宝在干嘛 素宝兴奋的回答 看个锤子呀 机场无语了 感觉有几分骂人的意义 可咱们小素宝那么纯真可爱 五舅舅一一给素宝介绍各种锤子的作用 可素宝就看上了最大最重的那种 机场也让他拿那把锤子交送 于是素宝开口 五舅舅 借你锤子用一下哟 没等五舅舅回答 素宝已经拿起了重弓拆墙锤 五舅舅大惊 早上他没看到素宝把铁栏杆盖弯 这会儿可是看得真正的 素宝这小力气当真的出奇的打 连忙让素宝小心一些 没等他说出口 素宝已经提起锤子挥向雕塑 嘴里还喊着 八十八十 下一秒在五舅舅惊异的目光中 雕塑脚下被砸出了个大洞 里面掉出了一双白骨人手 听到动静赶来的二舅舅见到白骨 急忙蒙住了素宝的眼睛 这里就交给老五 他先抱素宝回去 可素宝嚷嚷着不回去 他本来就是来查明真相的 可二舅舅抱起素宝就往回走 路上还安慰素宝乖 这里不是小孩呆的地理 还有要是警察叔叔问那雕塑的事 素宝就说是五舅舅失手砸坏了 可素宝不明白这不是撒谎了 警察叔叔又不是坏人 为什么要骗人呢 五舅舅一时哑人 让素宝听舅舅的姿势 警察叔叔不是坏人 但不排除坏人打听到 要是有人知道素宝是个大力士 把素宝拿去切片做研究怎么办 素宝一听怕了 嚷嚷着素宝不要切片 外婆正在削苹果皮 一听素宝这么说 好不切片 咱们直接整个吃饱 直到外婆把苹果递过来 素宝才明白原来外婆说的是苹果 这边机长抬手 把丑阿姨从冯谷里面照了 询问李梅 她的手怎么会在雕塑 李梅那个委屈叫 那天拿到钱的时候就被砸死 手都砸断了 可惜那些钱都没来的计划 这就是传说中的 有命拿钱没命花钱吗 所以李梅没了事 怕没权失头不了好 这些年便一直在外面徘徊着手 机长翻开命册询问李梅 知不知道委婉让她给苏子林 投的那包盐不是人 李梅隐约猜到了 想来是委婉想下 要怀上苏子林的孩子 这样她就能嫁进苏家了 知道还干这种缺德事 机长冷笑一声 这就叫善恶到头中有 就是因为李梅做妹良心的事 赚妹良心的钱 还会沦落到今天这般下雨 不过那包钱的油纸上 应该有委婉的纸 等警察提取到了纸 委婉也就完了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但在那之前 委婉又要干坏事 这一次素宝能不能逃脱呢 二舅妈趁家里 没人想收拾素宝 却被素宝机制化解 二舅妈终于被赶出了苏家 真是大快人心 她终于把自己做到了 被赶出家门的地理 原本素宝回家后 外婆给她削了苹果吃 婆姨还做了足容蛋羹 进鹦鹉小五嘴里 小五给你吃个大屁屁 素宝这么皮 都是师父教得好吗 小五甩着头扔掉了苹果 大喊着臭不可恶 白衣旁的素宝乐得开怀大笑 如今的素宝也能敞开心扉 笑得像个孩子一样了 正巧委婉回家听到素宝的话 还没进门就在叨叨 女孩子家家 动不动就把屁屁挂嘴边 别人听到怎么想 素宝瞬间收起了笑容 委婉一脸不悦地进了门 便听见素宝敏春喊了声二舅妈 委婉见到素宝就来气 竟是把他与苏子凌的感情不可 全算到了素宝头上 都是这个小东西害的 这二舅妈也是够 不找自己的问题 反倒怪一个小奶奶 而委婉今天去找素子凌 还被一个使妙带追了一路 想想就窝 正在无处发现 于是他指着素宝的鼻子 别叫我二舅妈 我们家有你这样的小孩 简直是妥忌 素宝以前在林家不敢顶嘴怕人 可他感觉现在心窝窝里有勇气 二舅妈说的不对 人倒霉是因为影子歪歪 不关素宝的事 以前每次爷爷奶奶爸爸倒霉的时候 他们的影子都是歪的 要讲道理素宝也是不服输的好 委婉一听更是来气 连一个小屁孩都敢教训他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 我跟你讲道理 那是教育你 都是为了你好 素宝立马反驳 二舅妈只是为了自己好 才不是为了素宝好 赶紧给素宝点个赞 真的是太棒 委婉气得清清直茂 仔细想想 今天刚好是时候 老爷子和老夫人都在疗养院 想着想着委婉脸上浮起一抹邪恶的笑容 素宝你过来 素宝接二舅妈的脸上的黑雾更猛 几乎只能看见两个眼珠子 比鬼还可怕 连小五都被吓到了 素宝才不要过去 说完素宝转身就不 委婉让他站住 不准跑 素宝才不听他的 谁站住谁是 小五不喝 傻鼻才站住 一人一秒太倒笑了 厨房里外婆正在做芙蓉蛋羹 素宝好不容易回来 他要亲自动手 突然素宝闯进了厨房大喊外面 声音里面充满了惊恐 委婉在后面一边追 一边放肆地大笑着 素宝你逃不掉了 那声音就像动画里的老巫婆一样 要多邪恶有多邪恶 委婉刚跨进厨房 脸上的阴邪的笑容还没散去 结果就看到婆婆一脸寒意地盯着自己 她瞬间如梗在后 妈您怎么在啊 被抓住了吧 委婉也有惊天 瞬间厨房里面一股低气压从外团那边重来 你是没想到我会在 所以就想欺负素宝是吗 委婉连忙白手脚垫 素宝刚乱扔苹果 我就想教育一下 可她不听道理还顶撞掌握 我才一路追了过来 素宝当场反驳 素宝没有顶撞掌握 婆婆将手里的隔热手套摘下 一把孤在了委婉脸上 你觉得我会信吗 在我面前欺负素宝还想讲电 你给我滚出去 我素家没有你这种儿媳妇 委婉心底那个恨 这小东西明明知道老夫人在家 还故意把她引到厨房 小小年纪心机就这么深 长大了还得了 你能救审她吧 总有一天要被你们处坏 撂下一句话 委婉摔门而去 外婆可不给她这个脸 你什么东西 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 还有脸来教素宝 素宝见外婆脸色越来越沉 满脸的自责 妈妈说过让她照顾好外婆 让外婆开心 可她却惹外婆生气了 急忙抬起小手拍拍外婆的后背 外婆不生气不生气 外婆面色谎和看向素宝 好不生气 来尝尝外婆做的蛋羹 一老一上满满的 素宝刚吃了两口蛋羹 外面突然传来寒寒的扑舍 那家伙 整个苏家豪宅都在镇里 外婆脸色瞬间又沉了下 让素宝先吃着 她出去看看委婉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这边委婉来到韩寒房间里 让韩寒帮帮妈妈 去给奶奶捶捶背 让她消消气 再送个玩具给素宝 不然奶奶赶走了妈妈 就没人同韩寒了 韩寒一听要送玩具 立马就大哭了起来 其实委婉知道这么说 韩寒一定会哭 这个家只有她能让韩寒不哭 婆婆就不能等她走了 婆婆一脸阴沉的感觉 没好气地问 怎么又哭起来了 韩寒每次都靠哭来解决问题 她实在不胜戏 于是让吴妈拿个盆子过来 让韩寒使劲哭 眼泪不把盆子装满就不许停 韩寒一听哭得更厉害 委婉也劝解 妈 别这样 都把韩寒吓到了 谁料婆婆更是伙伴 别叫我妈 我不是让你滚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 只见两个保镖早就帮委婉收拾好的行李 委婉急了 没想到婆婆这次竟然来真的 而且还是当着孩子的面 不等委婉思考对策 婆婆命人把委婉赶了出去 我只能说干得漂亮 委婉一时间慌乱了 她走了韩寒可怎么办 她心脏疼 肺疼 气得哪哪都疼 都怪素宝这个倒霉子 韩寒眼见妈妈走 咕得更伤心了 钻着盆巴达巴达地接着眼泪 外婆也是倔脾气 她就不幸治不了韩寒这爱哭的脑袋 于是开口让吴妈拿了一个盆子 今天不把盆子哭满就不许停 韩寒一听哭得更凶 人老了也有点小孩子提醒 一老一哨就这么倔着 最后韩寒哭累了 口渴得不行 想喝点水 不然怕咕不满一瓶 小孩子的纯真就是这么狠 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差点把我笑死了 吴妈在一旁忍不住想象 给她接来一杯水 让她缓缓 外婆也是又好气又好笑 让吴妈别太惯着她 让她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没一会儿就只剩韩寒一个人了 她这会儿想不明白 以前明明只要她一哭 妈妈就会满足她所有的要求 现在妈妈被赶走了 奶奶也不理她 原来哭好像也不是那么管用 所以啊 人生有些道理 总是需要自己去慢慢领悟的 只要有素宝在 想来韩寒一定会变得乖巧大方的 韩寒太爱哭 终于招来了爱哭鬼 好在素宝及时出现 发现了爱哭鬼 用师傅教她的法术 赶走了爱哭鬼 所以小孩子晚上 是不能随便哭的 自打二舅妈被外婆 赶出苏家后 韩寒就一直哭呢 外婆还不幸治不了她 让她把盆哭满了才准听 哭到后面外婆 让她自己一个人好好反省下 妈妈被赶走了 偌大的庄园 此时仿佛只剩她一个人 而且还发现哭 好像也不管用 她哪里经历过这些事 一时间恐惧又迷茫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身影 窜了出来 素宝拿着一根棒棒糖地给你 姐姐 棒棒糖给你吃 好甜好甜的 韩寒把脸迷歪 我才不要你的棒棒糖 素宝立马小心翼翼地 收起棒棒糖 好吧 那就不给你 韩寒无语了 心里酸酸的 素宝看了看盆里的眼泪 嘴巴一瓶 眼泪就掉下来了 嘴里还说着你帮我去好衣服 别让眼泪掉地上 我差点没笑评了 两个小家伙为了一个目标 共同奋斗 可韩寒哭了一会儿 只见肝口 不见眼泪 素宝提议让她去多喝点水 眼睛里有水才能哭出来 持续报效忠 于是素宝帮韩寒寒接过盆子 韩寒咕咚咕咚灌 灌了几杯水 肚子都快撑破 这下终于又有祸 接着开枕 韩寒给自己打了打气 她还不信 素宝也鼓励韩寒 姐姐加油 你一定行的 隔壁老太太的假牙 已经笑飞出去 不久之后 大舅舅带着苏和文 和苏和文 就看到客厅里 一边哭一边打搏的韩寒 以及举着盆帮韩寒 装眼泪的素宝 素宝嘴里还喊着加油加油 大舅舅皱眉 这是怎么回事 素宝飞快解释 大舅舅 外婆让韩寒姐姐 把盆子哭满 不哭满不雪 我们正在努力呢 韩寒可怜兮兮地问道 大伯 我实在哭不出来了 能等奶奶说 换个小点的盆吗 哦不对 换个杯子吧 大舅舅一阵无语 倒是苏和文 她数学比较好 帮韩寒算了一算 不算蒸发掉的眼泪 韩寒就是哭五年都哭不满 苏和文你可真是个小天才 韩寒着急了 那该怎么办呢 素宝想了想 不然姐姐明天再起来努力吧 哭五年也不是很久 求韩寒心里阴影面积 和大舅舅嘴角的活动 小孩子就是这么纯真 让人好气又好笑 旁边的苏和文和苏和文一阵无语 只觉得韩寒太蠢 好像素宝也挺蠢的 奶奶让她哭满一本 她就真要哭满了 另外一边 韦婉被赶出苏家 她只能回娘家去 刚到家就把婆婆数落了一通 连她老娘都看不下去 都什么人啊 这样插手儿子儿媳的家务事 简直就是脚屎棍 母女俩你一句我一句 狠狠骂了一顿 发泄一顿后 维婉冷静了下来 万一真被赶出去 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 想想还是回去求求婆婆 就算为了孩子也认了 老娘却突然得意起 求她干嘛 你就该等着他们回来求你 维婉猛逼了 这怎么可能呢 老娘给女儿从头到尾分析了你 现在韩寒离了妈妈铁定在家里 又哭又骂 到时候苏家哪里搞的定 还不是等着你出马 到时候发现没你不行的时候 看他们还敢不敢让你离婚 说得头头是倒 好像地球离了维婉就不赚了 其实维婉早前也是这么想 如今见老娘也是这么说 只好等等再看了 韩寒哭起来没一个人能搞定 就算今天搞定了 那明天呢 韩寒的起床气更是大 想着想着维婉也就放心了 天很快就飞了 睡觉的时候 韩寒没有妈妈陪着 的确又哭了 不过一想到她怎么哭也哭不满 也不敢再大哭大闹了 吴妈觉得孩子可恶 让她早点睡 明天起来就好了 可爱的孩子哭让人心疼 可恶的孩子哭其实也挺让人心疼的 可韩寒是真可恶 抓起一个枕头就扔在吴妈脸上 大喊着你又不是我妈妈 我才不要你 你出去 这臭脾气 吴妈只好出门去了 刚出门就遇见苏老夫人和素宝金正 苏老夫人询问还在闹吗 吴妈回答好多了 老夫人别生气 孩子还想问 苏老夫人不赞同 就是因为孩子小才要过 不然还能指望长大后一下就懂事了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素宝一想到韩寒姐姐一个人 自己以前也是一个人被爸爸关在杂物间 而且姐姐现在也没了妈妈呗 肯定会害怕 于是推开了韩寒姐姐的房门 乃声乃气的说道 韩寒姐姐 你一个人晚上怕不怕鬼啊 要不素宝来陪你吗 小孩子基本都怕鬼 韩寒一听就怕了 瞬间觉得素宝是坏人 抓起身边的小熊就扔了过去 你怎么能故意笑我 你这个坏小熊 我才不要你陪 你走 素宝无辜的眨了眨眼睛 他说的真的是有鬼 他都看见了是个爱哭 怪婆安慰素宝 别理他了 回去睡觉吧 素宝只好自己回去睡觉 可他真的放心不下韩寒姐姐 此时韩寒房间里 那只爱哭鬼正在韩寒头上飘来飘去 韩寒掀开被子一看 爱哭鬼就朝他扑了过来 韩寒直接吓得脸都变形了 正在这时 素宝开门进来 口里念着皱 一个火球就砸了过去 毕生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爱哭鬼吃痛瞬间跑 跑的时候还粉狠瞪了一眼素宝 小家伙我记住你 不怕鬼敲门 就怕鬼惦记 但小阎王会怕他们 可笑可笑 韩寒太爱哭终于引来了爱哭鬼 素宝帮韩寒姐姐赶走爱哭鬼 两个小姐妹甜甜地睡在了一起 太有爱了 早前素宝发现韩寒房间里面有爱哭鬼 他好心想陪韩寒姐姐 却被韩寒认为素宝在下的 素宝是坏小孩 让素宝走 不要他陪 素宝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时师傅机长想教素宝一个法术 就是那种能丢火球的法术 素宝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 已经懂很多事情 让师傅就不要再骗小孩了 人怎么可能丢出火球呢 机长都麻了 自从素宝四岁后 就总拿自己不是三岁小孩说事 简直是太难搞 机长只好装出一脸的无所谓 不信就算了 开天眼这种 但凡有点天赋的都能做到 但丢火球就不一样了 需要大量地对理论进行实践 有些人一辈子都批不出一个火星 小素宝肯定也是不行的 素宝一脸鄙视 师傅是在用激将法 素宝可不吃这一套 机长被看穿瞬间实话 求机长的心理阴影面积 素宝还是贴心地给机长抬接线 师傅丢个火球出来看看 素宝就信了 机长肝大癌都快犯了 师傅虽然烈 可师傅也是个股 素宝明了 这么说师傅也不行呗 男人最忌讳被别人说不行 即便是变成了鬼也不行 说着机长故作镇定 一副世外高人的母艺 为师怎么可能不行 只是师傅怕威力太大 把你烧成小光头了走散 那虚荣的自尊心啊 素宝挖了挖鼻鼓还想问 机长就快要装不下去 有些不耐烦地让小素宝不要问 师傅只念一遍 想学就学不学拉倒 说着机长光速将口诀念一遍 然后强词夺理 你看我就说你不会吧 素宝无语吧 师傅至于跟个四岁小孩赌气吗 敢不敢再念得慢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 另一边 韩寒藏在被子里 正偷偷哭着 没有妈妈陪子 她是真的害怕 忽然一阵风吹过 韩寒好像看见了一个白色的影子飞过 她吓得坐起身来揉了揉眼睛 立刻看过去再次确认 好像什么也没有 忽然一个白色的影子 举起手飞速朝他飞了 韩寒吓得鸡皮疙瘩都起了三层 心脏偏偏直跳 脑子一片空暖 只有嘴巴还挺使唤 终于是再也忍不住大叫了起 脸都吓得变形了 忽然房门被打开 素宝进来就看见了爱哭鬼正在欺负韩 不知道为何 韩寒看到素宝的瞬间 仿佛看到了救星一把 也听不清韩寒嘴里面的什么 素宝的手里逐渐泛起一丝火光 火光越来越盛 只见一个火球凭空出现 素宝一脸严肃 火球呼的一声就飞向了爱哭鬼 爱哭鬼瞬间痴疼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呼的一声飞到外面去了 鸡肠竟是没想到 这还是一只恶鬼 素宝疑惑地望着鸡肠 啥是恶鬼啊 鸡肠开启教训模式 其实鬼也是分等级 一般只能在人间有等 什么也干不了的叫孤魂野鬼 就比如丑阿姨就是这一类 而那些带着天大的怨恨 非正常死亡的鬼就叫利鬼 利鬼能主动让人看闹 还会对人索命 在利鬼之上就是恶鬼 恶鬼是非正常惨死的鬼中 最凶恶的一种 带着十分偏执的执念 他们拥有利鬼的族 还能吸收人身上的煞气生气 最终负在人身上取而代之 而恶鬼有很多种 都是由人的七情六欲凝结而成 比如胆小鬼 爱哭鬼 小气鬼 老色鬼 素宝瞬间领悟 韩寒姐姐是不是因为爱哭 所以引来了爱哭鬼 机场解释就是这么回事 暴饮暴食的人容易招摊吃果 极度爱哭的人容易招爱哭 韩寒脑子吓得嗡嗡的 听不清素宝在说什么 好不容易冷静你 才哆哆嗦嗦地朝素宝走去 忽然哭在素宝身上 哇一声哭了起来 他真的是吓坏 素宝一边抬起小手拍着他的 一边安慰韩寒姐姐跌头 素宝已经把鬼赶走了 明明自己都是个孩子 却学着老妈子似的红小孩 忽然素宝想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让姐姐先别哭 他去拿个水杯过来 这么多眼泪不接住就太浪费了 韩寒强忍住抽抽咋咋的 那你快点 眼泪要掉下去 两个小可爱还没忘记 要接一盆眼泪的事呢 笑死人了 不会有笑死鬼吧 我怕 素宝光速从桌子上面拿过来水杯 结果杯子递到韩寒面前 就掉下去两滴眼泪 着实有点浪费表情了 最后韩寒哭累了也没挤出第三滴 素宝也打了个哈欠 两个人都很困 素宝爬到床上让姐姐躺着哭 这样不会太累 说不定还能哭出来 两个小家伙躺在床上 素宝很快就睡着了 韩寒也睡着了 不过还举着杯子 两个小奶团几乎是一秒路睡 一旁的鸡肠全程嘴角抽搐 无鱼死 韩寒第一次被妈妈以外的人夸奖 原来被夸奖的感觉是这么甜甜的吗 经历了爱哭鬼和画画的事 韩寒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 以前妈妈总说素宝是坏小孩 是小白莲 可她现在觉得妈妈说的不对 素宝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逗她开心 在她最孤单害怕的时候陪着她 安慰她 还陪她一起睡觉 素宝明明就是了暖心的乖宝宝 可素宝自己跑去和韩寒姐姐睡 却把家里人吓到 一早外婆去素宝房间轻轻敲门 敲了半天也没人回应 外婆进门一看 屋内空无一人 当时一颗心就悬了起来 大惊大喊快来人了 素宝不见了 迷迷糊糊的小五听到这回 也跟着大喊起来 偷小孩了 有人偷小孩了 一大家子人立马跑上楼来着急 怎么回事 外婆把素宝不见的事说了 小五还说有人偷小孩 这话把众人吓倒 大舅舅立马安慰妈别着急 让管家去掉监控 让吴妈去问问其他庸人 有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动物 他自己拿起电话之要报警 这时候身后一个 软软糯糯的声音响起 大舅舅 你们在说什么呀 大舅舅一回头 两个小奶团就出现在 韩寒房间门 素宝一手抱着兔子娃娃 一手揉着眼睛 打了个哈欠 韩寒站在一边眼睛种种 完全没回神的样子 众人皆是大惊 惊是有二 一是素宝什么时候 跑到韩寒房间去 二是起床气比天大的韩寒 今天居然没有闹走 此时此刻委婉都快坐不住 怎么素家还没打电话过来 韩寒的起床气 难道没发作吗 吃了早饭 素宝正带着韩寒画画 他递点韩寒一张白纸 韩寒傲得扭过头 我才不要你 但嘴上这么说 韩寒手上却把纸接了过去 素宝无语吧 你不是不要吗 我这边的纸不够赶 勉强用你的吧 真是小孩子脾气 没一会儿两人都画好画 外公打通了老朋友 劳院士的视频通话 外公问素宝今天画了什么呀 素宝画了鸡蛋的自画像 韩寒有些失落 觉得爷爷就是偏心素宝 但紧接着爷爷就问韩寒画了什么 韩寒一听不由眼神一亮 还是很开心的介绍 我画的是母鸡的自画像 素老爷子一看 发现韩寒画的也不错 也许没有素宝的画那么灵动 但却也充满空虚 便让他们两个都到画局起来 给劳院士看 素宝暖心地跟劳院士 介绍了他和韩寒姐姐的 劳院士看着觉得很棒 想把话发到微博上 素宝当然是不介意的 韩寒一听着表示 他也得到了劳院士的感觉 更是不介意 心里还有点小心心 他看着素宝那边 帮劳院士把话拍好发过去 眼睛里的光越来越亮了 原来被人夸奖的感觉这么多 以前除了妈妈 没人会夸奖 妈妈还总说素宝是坏小孩 来素家就是专门请他东西 可现在他却觉得 好像并不是这样 妈妈说的话 好像也说得不对 小孩子果然得从小叫 一味的宠命是对孩子无形的伤 韩寒以后一定会是位好姐姐 四岁小奶团被五舅舅带歪了 竟然会喜欢锤子 舅舅们看在眼里一阵心疼 他们奶蒙可爱的小外甥女 真想把五哥打一顿 委婉心里也窝火得很 他在家左等右等 都等到下午了 素家也没打电话 叫他回去哄韩寒 难道是韩寒出什么事了 心里着急 于是他来到了素家大宅的外屋 寻找韩寒的身影 果真还被他爹找到 韩寒上午跟着素宝一起画画 下午的时候找不到人一起玩 妈妈又不在身边 于是找到素宝 二人在花园的浅水池里抓鱼 委婉见韩寒跟素宝混在一起 急得不行 迟早会被素宝给带换 于是隔着栅栏就大喊韩寒 看妈妈这边 韩寒似乎听到妈妈在叫他 于是四处张望 我好像听见妈妈在叫我 可没看到妈妈的人 素宝一抬头就看见了 委婉浑浑身缠绕着死心 若是韩寒姐姐跟着他一起会倒霉的 于是他上前蒙住了韩寒的耳朵 告诉韩寒 不 你没听见 韩寒被蒙住了耳朵当然听不见了 素宝也太逗了 但素宝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不适 于是告诉韩寒姐姐 我们快回家里去 我们身后有个大怪兽 韩寒不禁打了个韩战 想起了昨天晚上的那个爱扑鼓 素宝可真是个机灵鬼 韩寒一听就跑 连忙拉着素宝的手就跑 口里大喊 我不要被大怪兽抓到 委婉看在眼里那个急 本来就满脸黑气的 现在脸更黑了 他快要气死 果然素宝是个小白脸 把韩寒都带歪了 身为他的二舅妈 这样的孩子他不行 晚饭的时候 苏家八子全部混 难得一家子整整齐齐 又考虑到素宝天天闷在家里 素老爷子发话 明天一起去市地公园露营 素宝没露过营 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 好奇地询问外公 外公笑呵呵解释 露营就是到野外去住 这素宝就又不懂了 明明有家住 为什么不住家里 小孩子对新鲜事物都很好奇 碧莲问了好几个问题 一旁的苏紫熙满脸比一只色 嘲讽素宝是香巴了 明天的露营他也不行 露营哪有手机游戏好 苏老爷子一听阴沉的脸 说的都什么话 让苏紫熙过来 苏紫熙见爷爷要发火 调皮地做了个鬼灵 太上皇发话了 快跑快跑 大伯苏一成见侄子这么不听 让他回来 苏紫熙才不听他的 一溜烟跑上楼了 苏老爷子也是头疼 老二家这两个孩子 真的是没有一个好搞 委婉在的时候止步着喊 从来不管苏紫熙 丢个手机给他让他自己 一个太宠爱一个被冷漏 两个孩子都快养肺了 蓝雪儿家里 雪儿妈妈看到了 劳院士发的围义 心里分分不平 苏家人真是够让人无语 发钱捧素宝就算了 现在连喊喊也推上去 就是硬捧呗 越看那条微博越来气 本来这个位置是 他们家雪儿的财 雪儿妈妈才是够了 明明人家劳院士 就不是冲着蓝雪儿 自作多情也得有个限度 蓝雪儿听妈妈这么说 是不是那天素宝过生日 她说了素宝的幻话 所以苏家才处处针对她 这让雪儿越来越忌恨 都是素宝抢了她的名义 雪儿妈妈见雪儿闷闷不乐 安慰她别想太多 明天不用上兴趣搬了 带她去露营 雪儿一听两眼放光 好久没有露营了 心情总算变得好意 雪儿妈是个鸡娃妈 从雪儿两岁起 就带她上各种兴趣 周末从来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 所以雪儿的生活就是三角形 上学兴趣刚回家 从某个角度来说 雪儿其实也挺可怜 已经没了孩子的童年乐趣 第二天苏家直接开直升飞机 到了湿地公园 这是一处天然的森林景端 露营的地点选在湖泊前的草坞 抬眼就可以看见碧翠如玉的天然湖泊 素宝和韩寒都被眼前的美景给震撼了 不仅感叹好漂亮 素老太太看着儿子们 七手八脚的扎着胆子 心里一阵欣慰 若不是素宝回来 苏家或许永远没有办法这么囤人 老人家就希望儿子女儿能平平 温馨美满团团圆圆 忽然一朵许愿花出现在他眼前 素宝拿着许愿花 外婆给你 这是素宝刚刚找到的许愿花 外婆可以对着花花许愿就能实现 外婆被小奶团逗乐了 谢谢素宝 老人家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这边五舅九和二舅九还在扎营 可五舅九找不到他的锤子 愁愁之际 素宝把五舅九的锤子抬了出来 五舅九 你的锤子在这里 说着拖着锤子跑得飞快 二舅九无语了 露营带锤子了 老五也算是第一人了 五舅九虽然知道素宝力气了 但还是担心 让他小心点 随后从素宝手里接过锤子 打开一看 素宝小眼睛变成了小星星 五舅九一脸得意 舅舅的锤子是不是很厉害 超级厉害 那素宝喜不喜欢呢 超级喜欢 其他舅舅们见这一就一小也是无语 奶蒙可爱的小外甥 你就这么被带歪了 哪有女娃娃喜欢锤子 此时素宝已经拿起了最大的链子 他也想帮忙 于是询问二舅舅要锤哪里 老实又梦葫芦的二舅舅下意识到 把这个庄子给锤下去就可以 素宝最喜欢锤了 他以前在爸爸家的时候看过一个景物 里面那人锤一下就八时 于是素宝一边锤一边 八时八时 两个舅舅看得目瞪口呆 这小团子好像真的是什么都懂 素宝像个快乐的小木匠一番 没一会儿就把庄子全锤好 这时远处的草丰里出现了一个鹦鹿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寒 下一秒更是冲出来拉着韩寒叫 那人会是谁呢 蓝雪儿三番五次讨好素宝不成 便想拉着韩寒一起孤立素宝 结果意外发生了 原本苏家在湿地公园里露营 碰巧蓝家也开车带蓝雪儿来玩 对蓝家来说 这可是亲近苏家的好机会 于是蓝家打算也在这里露营 雪儿也想和素宝一起玩 他哪里是想找素宝玩了 他就是想找苏和文而已 谁料大舅舅冷冷地说道 我们这人多 没位置 意思是你们别来了 雪儿爸有些尴尬 指着不远处的另一块空地 我们去那边 反正都在附近 过来也方便 这样你们苏家也管不着了吧 说着雪儿已经跑到了素宝的身旁 想带素宝去找苏和文哥哥玩 素宝看着蓝雪儿那部做可爱的笑容 有点让人受不了 就像他后妈的假笑一样 便拒绝了蓝雪儿 我才不要跟你玩 说吧 素宝立刻跑 蓝雪儿觉得委屈极了 他都没跟素宝计较抢名额的事 素宝怎么能这样 他想到韩寒也不喜欢素宝 于是便想把韩寒拉过来 一起孤立素宝 看他还怎么嚣张 这蓝雪儿要是在公斗剧本里面 估计也是个很紫色 于是他又屁颠屁颠的找到韩寒 邀请韩寒一起去小树林馆 那边可能有小封数 谁料韩寒对他更是一脸比 谁要跟你们 你算老解 这可真怪不了韩寒 他就这性格 说着韩寒找素宝玩去了 蓝雪儿反造成了被孤立的怒 瞬间蓝雪儿眼睛就红了 一个两次 不玩就不玩 有什么了不起 我还不想和你们玩吧 他来到河边 发现正坐在石头上的苏和文 立马就泪眼婆娑地跟苏和文告状 雪儿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素宝和韩寒都不跟我 那模样可谓是我见游脸 谁料苏和文不耐烦地开口 要哭走远点哭 别来烦我 一个韩寒已经够了 还来一个 有完没完了 眼见苏和文朝着素宝的方向走去 雪儿更觉得委屈和不公平 为什么他们都去找素宝玩 不跟他玩 素宝有什么好 反问之际 后边的草丛中瞬间钻出一个人 委婉轻声喊着 雪儿快过来阿姨这 雪儿被吓了一听 失忆地看了看四周 走了过去 他认识委婉阿姨 只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委婉告诉 阿姨和苏奶奶吵架了 你可以帮阿姨把韩寒叫过来一下吗 要悄悄的 雪儿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能帮到委婉就是清净苏和文的机会 委婉夸赞雪儿真乖 于是懒雪儿咚咚咚地跑到韩寒身后 把他妈妈来的事告诉我韩寒 让韩寒悄悄地过去一趟 远远的委婉疯狂地摇招手 心甘宝贝小棉袄看着 妈妈在这里 韩寒两天没见到妈妈 看见妈妈就非一般冲进了妈妈的怀里 委婉一时间心疼着不行 可怜的孩子肯定很想妈妈 其实你不来 他也不会这么想 一见面委婉就嘘含问你 有没有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韩寒如是说了 爷爷奶奶说只有吃饭时间才能吃饭 过了时间就不能吃了 委婉一听就心疼了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一个心 讲道理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可委婉不这么久 他觉得公公婆婆都太可惜了 立马就要带韩寒回家 可韩寒不想走 他想在这里 委婉一听就火 他们这么对韩寒 韩寒居然还舍不得 于是打起了亲情牌 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 难道韩寒不要妈妈了 没有啊 那宝贝就听妈妈了 妈妈带你去游乐园玩 韩寒瞬间赌气了 他不要去 他就是想在这里玩 为什么每次妈妈都不让他 按照自己想要的选择 委婉看到苏子凌 他们已经走过了 心里着急 深拉硬拽的想带走韩寒 却被苏子凌叫转 委婉 你闹够了没有 委婉见被发现了 索性就不藏了 我怎么了 我作为孩子的母亲 难道还不能来看看孩子 还讲不讲道理 讲道理 你这妈只会把孩子给养碎了 二舅妈想带着自己的女儿赴死 让苏家人后悔一辈子 却被素宝一玩具飞蝉给砸倒 虎毒还不食子 二舅妈简直是丧心病狂 原来委婉找到韩寒后 真怕苏家人对韩寒不好 怕韩寒被素宝给带歪 便想把韩寒带走 可韩寒不想走 想要在这里玩 还反问妈妈 为什么每次她都不能自己选择 懂得自己思考和反抗的韩寒真棒 委婉一听还得聊 这才两天不见韩寒就不听她的话 再下去她就要永远失去韩寒 便想强行带走韩寒 正在这时苏家人全都看见了吵闹的母女二人 二舅舅让委婉把韩寒放了 不要再闹了 这话委婉就不爱听了 我怎么就闹了 作为母亲难道连看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当然有 但你别做死 说着她便要把韩寒拉走 可如今韩寒喜欢跟素宝一起 拼命挣扎想要挣脱妈妈的手 委婉见韩寒不听话 又给她灌起了迷魂汤 素宝这种心机孩子一会儿 就破坏妈妈和爸爸的感情 韩寒跟着她玩指负被她带回 还有爷爷奶奶不给韩寒饭吃属于虐待想 长大了千万别理她 只有妈妈是永远最爱韩寒的 韩寒长大了只能对妈妈好 苏子凌听不下去 哪有这么教育你 说着便上去抢韩寒 两人把韩寒抢来抢去 可委婉一点也不松手 韩寒都被扯疼了 苏子凌只能松手 果然先放手的一方更爱韩寒了 正在这时她的手机铃声醒 电话是从京都公安局打 关于雕像里的白骨调查已经查清楚了 苏子凌告诉警察委婉现在正在内湾湿地公园 让他们直接过来 委婉一听就慌了 此时苏宝注意到二舅妈身上的黑气突然多了很多 师傅姬长没想到苏宝还能看出黑气变多了 可今天明灵不是委婉母女的死气 却有自行杀戒 苏宝不懂是什么意思 姬长耐心解释 就是自杀的意思 估计是委婉听到警察要来 一想到自己的罪行就要暴露 所以想让苏家后悔一辈子 察觉到二舅妈的意义 苏宝急忙大喊二舅妈要带着韩寒自杀 委婉一听心惊不已 苏宝究竟是怎么知道 韩寒被吓得满眼都是泪事 委婉眼见自己的意图被试破 慌忙抱着韩寒就要往湖里沉 这都是你们逼我 我要让你们苏家后悔一辈子 舅舅们却将他迅速围了起 委婉歪歇斯底里 六年前的事早就过去 苏家人为什么非要缠着不放 他就是想做苏家的二夫人而已 为什么每个人都针对他 正在这时 警车已经来了 委婉心下意 抱着韩寒就冲向了警车 苏子灵眼见委婉要撞上车 可他却来不及阻止 心里焦急万分之际 突然一个玩具小缠缠 瞬间砸在委婉的头上 委婉被砸得头过血历 一个没站的 直接抱着韩寒摔倒在地 警车闲闲地擦身而过 苏子灵急忙抱起女儿查看永远事 大舅舅看着委婉受伤的头心筋固 素宝的力气也太大 素宝十分自责 他明明答应过大舅舅不能在别人面前施展大力气 于是开口道歉 刚才太用力了 大舅舅没有责怪素宝 反而安慰他 这都是委婉最有应的 很快警察下车来抓捕委婉 委婉于六年前涉嫌杀害的 证据却早 现在依法实施抓捕 委婉却装风卖傻 什么李梅他根本不认识 还有都过去那么久了哪来的证据 警察直接亮出了证据 在李梅手里的牛皮纸上提取到了委婉的纸 而且牛皮纸里面包裹的钱 跟当年委婉在某ATM机上取出的钱的序列 好完全认识 委婉先是买凶给苏子灵投资 后又杀人灭口 委婉不可置信 都过了那么久了怎么还可能查得了 天网恢恢 书儿不漏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带到了警车上 哭着求苏子灵让警察放了 寒寒还小不能没有母亲 这样的母亲有没有多无所谓 而警察有一点不明白怎么回事 委婉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大舅舅为了抗护素宝 只能解释委婉刚刚要带孩子自杀 老二情急之下咋 苏子灵瞬间领悟承认是他咋 可不能暴露了素宝是大力士的事情 警察继续询问用什么杂 他需要记录一些 猎行公事无需慌张 二舅舅捡起地上的玩具小缠缠 就是这个 警察瞬间猛圈了 你确定一把小玩具能把人砸成这样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二舅舅确定一定已经肯定 警察也无法证实 只得把小缠缠带走鉴定性 素宝望着远去的小缠缠 心底无比自责 小缠缠被警察叔叔抓去坐牢了 对不起 素宝不是有意抛弃小缠缠 鸡肠安慰他 一把小锅铲而已 砸了围碗也算是脏了 外婆见素宝一脸的不适合自责 询问素宝没事吧 素宝没事 秀得不去 心得不来吗 二舅舅一听以为素宝在说他 既无语又尴尬 他这辈子估计都不会再有心了 一个围碗已经够他瘦的 素宝的二舅妈坏事做尽 终于被警察抓走了 只是可怜了韩寒还这么想 就没了妈妈的陪伴 好在还有素宝陪在他的身边 而且跟着素宝 韩寒也一定能变得乖巧懂事 而对素宝来说 他则是心疼他的小缠缠 被警察叔叔抓去坐牢了 但素宝想了开 就得不去心得不来 这个小奶团就是这么懂事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三舅舅见小奶团如此也就放心了 便要带他去吃好东西 素宝最喜欢吃好东西了 一家人围在烧烤架旁边 三舅舅上演他的拿手绝火烤肉肉 素宝看着口水巴达巴达的流着 可外婆担心素宝吃多了上午 但素宝只能吃一串 一串只够素宝塞牙缝好 但素宝是个听话的乖宝宝 依依不舍地看了旁边的烤炉一眼 只好跟烤鸡腿烤虾烤肉肉告读 那小模样可怜极了 让人又心疼又好心 三舅舅便跟妈说 就让素宝多吃点吧 上火了还有老八在呢 小五一听到老八 立刻又摇头晃脑的嘎嘎叫 老八老八 屁股开花 小舅舅正走向河边准备收鱼干 顿时一个猎紧 脚下一滑 弓一声摔在草地上 屁股都要摔开花了 一语成衬 小舅舅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小五 小五感受到满满的恶意 立马大喊快跑快跑 大灰狼来了 素宝一旁凝铃般的笑声响彻公园 那边蓝雪儿见素宝笑得这么开心 趁机想讨好素宝 便拿来了他妈妈做的草莓蛋糕 这个蛋糕好吃到没有哪个小朋友能拒绝 蓝雪儿就不幸收服不了素宝 可素宝有自己的想法 我才不要吃蛋糕 我要留着肚子吃三九九的烤肉肉 蛋糕哪有肉香啊 蓝雪儿三方五次被素宝拒绝 顿时觉得下不来台 眼眶红红 素宝 你该不会是不喜欢我吗 素宝吃着烧烤认真的看着他 对啊 上次不都说过了吗 他怎么老是记不住 蓝雪儿一听瞬间泪崩了 立马转身就跑 嘴里大喊着素宝是坏小孩 搞得好像素宝欺负了他一样 素宝心里更明尽是 你才是坏小孩呢 全家都是 这边素家烧烤味太香了 引来了那些馋嘴的野兽 一个黑影胡扶着 潮苏家这边爬来 那野兽浑身是血 搭了下来的手脚都是黑 可那哪里是什么野兽 分明就是一个 满脸血污的小狼狼 自家小太子正式上线 他会不会是素宝的小细皮